黑夜里漆黑的房间 一个女人难受地躺在床上 男人推门而入 看着眼前迫不及待的女人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厌恶 但还是用手轻轻地挑起女人的下巴 女人更是极可难耐了 看着眼前的女人 男人再也把持不住自己的欲望 便脱下自己的衣服和女人打起了扑扑 无论女人怎样忘情地迎合 男人的眼中始终都是冰冷 毫无感情的 而这却是改变女人一生的开始 天刚刚亮 床上的女主肖可言慢慢地睁开眼睛 昨晚一夜的消红 让她感觉是在做梦一样 自己赤裸的身体 却是表明了这个光疼的事情 而在这之前 她明明和姐姐在喝下午茶 醒来却和男人待在一个酒店 做那种事情 可是她连男人是谁都不知道 甚至连她的样貌都没有看清 心中感到无比的委屈 眼泪慢慢地掉了下来 姐姐啊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呢 一个打扮时尚的女人 正和闺蜜通着电话 讲述着自己卑鄙的阴谋 为了保住父亲的工作 她居然用龌龊的手段 将自己的妹妹 献给父亲的董事长 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子 这个人正是萧可言的姐姐 萧琳娜 萧可言拖着疲惫的身体 回到家中 萧琳娜见妹妹回来了 还笑得脸皮说道 可言 你回来了 萧可言委屈地质问着姐姐 姐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姐姐还拉着萧可言的手 开心地说道 你知道吗 爸爸的工作保住了 我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呢 萧可言大声地怒吼道 还值得庆祝呢 这就是你伤我害我的理由 萧琳娜也从刚刚的嬉皮笑脸 变得凶恶 你知道吗 是爸爸公司董事长 看上你 想约你见个面 你知道最近公司在裁人 你不去老爸肯定要失业了 老爸一个人心心服服养活这个假 你这个女儿你也该为他想想 可言痛苦地大声回应 那也不是姐姐欺骗我干出 这种龌龊事情的理由 萧琳娜厌恶的大吼 萧可言 你嚷嚷什么 爸爸因为了解你的性格就一直没和你说 可我那天看见他 差点就寻死 我知道 我龌龊 我下见 害了你 可我是为了谁 萧可言 你要记得 你已经害死了我的妈妈 我绝不再能容认你害死我的爸 弄散这个家 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你已经害死我妈妈了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 徘徊在萧可言的耳边 让萧可言委屈地说不出一句话了 思绪回到几年前 一场意外的大火 可言的妈妈为了救他 被大火吞噬了自己的生命 是 是 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都是他的错 他应该去偿还萧家的 应该拿一切去偿还萧家的 萧可言什么话都没有说 转过身向着门口走去 等等 你去哪里 妹妹 这件事 你应该不会告诉爸爸吧 你也知道 爸爸有多么疼你 如果让他知道 你是为了保住他的工作 而做这种事 他一定会 放心的 我不会告诉爸爸的 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伤心欲绝的可言一个人 蹲在屋里默默地哭泣 我萧可言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要受到这种痛苦的惩罚 这时 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是他的男朋友 李晨打来的 炎炎 我回来了 炎炎 我好想你 你现在在哪里 我去找你 过了一会儿 一个阳光的男孩 便来到萧可言面前 心情糟糕的可言 只是默默地问道 你不是要出国五个月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毫不知情的李晨 还开心地回答 炎炎 大学毕业后 我就发誓 三年内一定会让我父母接受你 你萧可言成为我的老婆 现在 我做到了 炎炎 我的父母已经同意我们的婚事了 李晨突然担心跪地 从口袋里 抽出了个小盒子 里面是一枚精美的钻石戒指 嫁给我吧 可言看着眼前的钻石戒指 心中苦笑着 这一定是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李晨是唯一一个 可以走进他心中的门路 也是他今生唯一的一个 然而 今天的一切将都成为炮影 对不起 李晨 是我太自私 我实在没脸告诉你 自己在昨夜跟别的男人做了那种事 这四年的时间 我无数次幻想 我们未来快乐的生活 哪怕你提早一天回来 不许我们的结局 就不会是这样的 李晨 我们 分手吧 话乐 他再也没有勇气留下 掉头便离开 可言嘟嘟撞撞地跑出去 泪水忍不住往下流 喂 金婆子 你看这点路 差点撞到我们眼省 猛的 一个高大的男人 拦截住了他前行的道理 男人冰冷的容颜 五官林不分明而深色 周身似乎都散发着一种寒烈的气息 冰冷的毛自光射寒心 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 更运衬着他俊朗不分 静默时 寒冷若冰 只随意站在那里 就给人一种不可忽视的存在感 萧可言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 垂着头不停向男人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而李晨也跟着追了出来 他的心好像刀割得一样难受 他用力抓紧可言的双臂 言言 这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明白 你不想结婚没关系 但是你突然要分手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在过过我的心情吗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我们在一起四年了呀 你放手 李晨 你放手 萧可言无力地挣扎着想要摆脱李晨 因为他不想因为自己 而伤害这个单纯阳光的男女 这时旁边的男人一把分支了 可言和李晨 并霸道地说道 先生 请你不要再缠我的女朋友 萧可言听了男人的话 呆呆地隆在原地 他也明白 这个男人是在帮他摆脱李晨 李晨看看了站 可言旁边男人 大声质问道 你的女朋友 炎炎 这是真的吗 四年 四年啊 我一直把你捧在手心 我到底哪里不好 你竟然找了别人 我知道 你对我好 过去的点点滴滴 仍然刻在我的心里 可是 一切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现在你在我面前出现一次 就等于在我心上割了一刀 听了这个话 李晨的心好似玻璃掉在地上一样 变得支离破碎 他强忍得泪水依依不舍地掉头离开 只留下了一句 萧可言 我恨你 看着李晨远远离去的身影 那一句 我恨你 像钉子一样 并见了萧可言的心中 悲痛欲裂的萧可言 逼着头到了 卸向着男人道谢 谢谢你 替我解围 便亮腔地跑开了 见此汪洋 明兮兮的笑道 颜绍 这才刚遇见 就英雄就美 是不是看上哪个女人了 邢天妍冷漠地回应道 少废话 这个女人 一直低着头苦的 平头垢面的 我连她长什么样 都没看清楚 便快不向前走去 杨明也追了上去 用手搭在邢天妍的肩膀上 打趣地说道 听说你老婆 给你找了个媳妇 你看了 见了 否了 邢天妍一把灰开了 搭在她肩膀上手 并不想理会杨明 你这个家伙 该不是狗的 身边怎么多女人 你一个也看不上 可问题是你一天不结婚 董事长就不把总裁之位让给你 难道你真要看着形势 流到外星人的手里 邢天妍转过身 她眼中的霸气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 区区一个企业 姓盛名水有什么重要 我邢天妍将要建立的 可不是什么公司 而是一个伟大的金融帝国 女人有个恶毒的姐姐 为了父亲的工作 居然用你要迷晕自己的妹妹 去讨好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子 阴差阳错 妹妹却和老头子的儿子上了床 这个老头的儿子 那可是未来国内最大金融企业的继承人 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家中 父亲高兴地给萧琳娜报喜 琳娜 琳娜 一切都解决了 你不用再嫁给董事长了 萧琳娜暗暗自喜 因为她知道 事情当然解决了 演了那么一出 离猫还太子 就算是以后出了事 要嫁也是妹妹去嫁给那个老家伙 萧富鲜味地将女人抱在怀中 乖女儿 这几天委屈你了 都怪我一开始没弄清楚 其实董事长是想把你介绍给她儿子 邢天言 不过现在她儿子不同意 婚事才作罢了 这个消息好像晴天霹雳一样 打在萧琳娜心中 拿这样是不是说 昨天和妹妹发生关系的男人正事 无数女人倾慕的刑事企业接班人 刑天言 刑事公司 萧可言顺利地面试通过了 只需要通过体检 就能来爸爸的公司上班了 这一直是她的奋斗目标 但是现在的她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拿走面试通过的邮件 低着头走在公司和刑天言擦肩而过 杨明认出了她便和刑天言说道 正是那天你英雄救美帝的女孩也 这丫头看着弱弱的 没想到这么力宏 能介入刑事企业的都是各界精英面 不过我看她通过了面试 还是一副不太开心的样子 刑天言不想多事 只是淡淡地说道 你管的也太多了 是不是工作太少闲的呢 体检中心 体检的姐姐严肃地给萧可言说道 入职体检有相关的要求 我不知道您对这份工作是如何看待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怀孕了 听到这个体检结果 萧可言感到天都要她下来了一半 压得她喘不过气了 脑袋昏昏沉沉的 随即便晕倒在了地上 医院里 醒来的萧可言呆呆地看着天花板 面对自己怀孕的事实 她还是不敢相信 姐姐给她端来了热水 看着殷勤匹贴的姐姐 她感觉是在做梦里 然而她却是不知道 这个恶毒的姐姐 已经在打她肚子里面孩子的主意 姐姐会把你的孩子养大的 一个看似善意的承诺下 却是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萧可言虚弱地 躺在病床上 看着眼前的姐姐 她不敢相信 平日里对她苛刻的姐姐 今天却是给她端茶倒水的 面对姐姐端来的热水 可言呆呆地看着 妹妹你怎么了 发什么呆啊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谁叫我妹妹肚子里面 有一条可爱的小生命呢 萧可言一惊 姐姐你知道了 那爸爸知道吗 怎么办 爸爸一定会被气死的 萧琳娜狡黠的眸子一闪 傻丫头 这件事是瞒不住的 不过妹妹 姐姐有件事情 必须得求你 你可不能让爸爸知道 这个孩子是谁的 如果让爸爸知道了 这个孩子是谁的 只怕爸爸 也没有脸面再见你了 我们的家 怕事也要散了 我听说 董事长不会比你结婚了 爸爸的工作也保住了 我们可以当什么事 都没发生过 见姐姐这副认真的样子 萧可言 也随同着紧张了起来 可是这个孩子怎么办 萧琳娜垂着头 假装伤心地说道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牺牲 你来保护我们家的 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都是我不好 还记得我五岁那年 爸爸把你捡回家 当时我还不明白 但直到我长大了 我终于明白 什么叫生命不可贵 边说着 她一边用手握着妹妹的手 我们不该剥夺 一条小生命的诞生的 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姐姐会帮你养大的 听了这些话 萧可言妥协地闭上眼睛 我知道 是我欠萧家的太多了 姐姐 我都听你的 看到妥协的妹妹 萧琳娜眼中闪过一丝脚下 回到家中 当萧妇知道 可言怀孕了 孩子不仅不是李晨的 还连孩子的父亲 是谁都不知道 萧妇感到非常的生气 爸爸 一直以为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可这次你真的令爸爸太失望了 这时 萧琳娜上前安慰到 爸爸你先别生气了 让街坊邻居听到我们家的丑事也不好 我有一个办法 不如这几个月 先给妹妹租个房 等孩子生下来 就让妹妹去别的城市发展 孩子交给我带 到时候 我就跟别人说是我收养的 反正我的确没有大过肚子 清清白白的 而妹妹去其他城市发展 就等于重新来过了 这顾两全其美美 萧妇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样也是个办法 这件事情看似完美的解决了 然而萧可言却是不知道等孩子出生 才是他劫难的开始 一夜泄后 妹妹掉进姐姐的阴谋 还了豪门少爷的孩子 却毫不知情 姐姐却用圈套哄骗妹妹生下了孩子 恶毒姐姐竟然带着这个孩子 嫁入豪门 第二天一大早 萧妇上班去了 姐姐便催促妹妹带好行李 去郊外的出租房 快走啊 你也不希望让人看到你这样吧 爸爸身体不好 别等他在的时候 让他伤心 坐着出租车 萧可言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这个生活了十几年的假 出租车停在了一处破烂不堪的连住房旁 看着这不满中网的房间 萧妇娜还很好心地说的 妹妹你别嫌弃这里的条件痴 你这种情况只能住在这里了 如果住在家附近 会被人说闲话的 现在 你哪里也不要去了 好好的养胎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 我来帮你带 你就自由了 到时候咱们就当远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 傻妹妹被骗得团团转 还热泪盈眶地感谢道 好的 姐姐 我都听你的 行事企业里 因为需要养胎 萧可言没有去上班的 秦天妍看着萧可言的入职简历 皱了皱眉头 这个丫头还真不思进去 几个月后 萧可言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 而姐姐这段时间里 也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她 自从被领养到萧家 姐姐总是欺负她 而这几个月 姐姐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带我如同亲生妹妹一般 就在此时 萧可言的肚子感觉到一阵疼痛 感觉到孩子要出生 姐姐马上叫了救护车 救护车带着萧可言飞快地来到医院 医院复诚科 萧可言正在接受着女人一生 最大的磨难 歹毒的姐姐正和父亲通着电话 爸爸 你别来添乱 只要孩子生下来 我会处理好的 你不要过来 生个孩子 而已 能有什么事 挂了电话 萧琳娜陷入的沉泪 这段时间 我简直拿了最大的耐心 来对待这个妹妹 我付出了这么多 可不是让她得意 等她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立马让她滚地 走得越远越好 这样一来行家少女儿的位置 我就志在必得了 妇产科的大门打之路 萧琳娜只是关心孩子 便问到医生 孩子和我妹妹怎么样 母子平安 只是孩子还要做些检查 萧琳娜便跑进妇产科房间 假惺惺的说道 妹妹 真是辛苦你 妹妹还感激地回应 哪里 这些日子 辛苦的是姐姐 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见时机成熟 萧琳娜便从包里 抛出一张机票 妹妹 我给你订了后天的机票 你赶快去另外一个城市发展吧 到了那里 你去找我的一个好姐妹 她自然会照顾你的 妹妹看了看机票 便说道 姐姐 这段时间 我想了一下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不能给孩子得到负爱 但是我不能连孩子的母爱都剥夺了 我 我打算不走了 我要留在孩子身边 尽一点母亲的责任 萧琳娜心得气冲冲的回应 萧可言 明明都说好了 你怎么可以出而反了 你要我怎么跟我朋友交定 还有这支票钱 你以为是一个小顺利呢 这段时间你一年没工作 一直都是花我和爸爸的钱 你怎么可以这么多次 萧可言看着姐姐生气的面 恳求的说道 我知道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所有家里的钱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工作 肯定你了 只是 我不想 立马就离之后 要是你真的不好交代 我就带着孩子一起离开 可以吗 妹妹的降提器萧琳娜可是知道了 只要是她决定的事情 怎能再去点击 只不过 这个死鸭妇临时变化 岂不是让我到手的肥肉 推走你 早知道如此 还可以打到这个 害得我辛辛苦苦地照顾 这个死鸭妇这么久 这是一个可怜的妹妹 她有一个歹毒 而又阴险的姐姐 不仅现在 让她怀了陌生人的孩子 连孩子生下来也患了重病 面对高额的治疗费 她不得不选择妥协 医院妇产车内 萧可言正和姐姐 商量孩子的去处 门突然打开了 进来的医生严肃地说的 谁是萧可言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的孩子体检报告显示 她可能患了急性血液凝聚症 萧可言和姐姐大惊失色 医生这是什么病 孩子还能救吗 医生皱了皱眉头 这是一种罕见的症状 一般在新生儿的身体上呈现 病状存期没什么不良 发展到后期就有生命危险 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出气 及时治疗是可以痊愈的 萧可言听了医生的语 心中的石头落了下来 还好 万幸 医生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 先去交五万元的住院押金来 萧琳娜听了惊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五万元 我们哪里有这么多钱 医生又补充道 五万元只是初期的住院费 想要根治这个病 后期的治疗加上术后保养 大概需要一百万吧 这个消息像是一个炸弹 狠狠杂向萧可言 这一刻 萧可言感觉天都要她了一半 一百万 我到哪里去凑一百万 萧琳娜听到一百万连忙说道 我和爸爸手里可没有这么多钱 萧可言默默地低下头 我 我知道的 便下床走到医生面前诚恳地说道 医生麻烦你先帮我的孩子治疗你 我会想办法凑钱交医疗费 萧琳娜一个人会到了窗边 傲门在下 这个扫把心 本来以为她这个孩子非常承讨 没想到生下来就是个废物 真是害我白白论废 大半年经历 和医生交代完座 萧可言来到姐姐面前 姐 我的积蓄加上挺有切的能勉强没 突然识问 但是根本不够 不 我该怎么办 姐姐飞着脸说话 我看你还是跟去找个工作 不能指望我跟爸给你平息 说着 便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 这里在招聘 据说一篇五千 做得好还要补贴 消负人看着名片 叶总费 搞不好是那种职业 不过 能一天五千 最起码做儿子的医药费 眼下也没有别的地方 经历叶总费了 一群龙妆艳抹的姑娘 积极扎扎的挑戴着 姑娘们 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两位位妇 是杨明公子吗 她可是我们这里的乘客 你们矜持点好吗 一个杨明公子 你们就花吃到这个人 要是行天年来 你们得成什么样 能和一个姑娘 诞生经历的 哇 真的是行天年 就是行事企业的行天年 经得要是能叫我过去 行天年 就算是任务小朋友 十倍以后的 我都愿意 要是能得到行天年的青睐 天啊 我是不敢想了 坐在角落的萧可言 听到是行天年 那不就是爸爸公司 董事长的儿子吗 怎么会这么巧 如果让爸爸知道 我在这里 金帝夜总会大门口 行天年和杨明刚刚走进门 姑娘们都卖弄着风情 渴望被杨明或者行天年选中 唯独萧可言低垂着头 远远的站在远处不知所措 花花公子杨明到了这里 好似如鱼得水 四处打亮了漂亮的姑娘 最后目光落到角落 萧可言身上 咦 这个丫头没来行事企业上班 居然来到这里 做起了陪酒小姐 第一次来叶总会 就遇到这个女人 这两人还真是缘分呢 她看了看冷漠无情的行天言 暗暗笑了笑 便走到萧可言面前 喂 那个低着头的女人 你去陪我们行赏 杨明看着萧可言不为所动 又走到跟前低下头说的 你要是把言少婚高兴了 我就奖励你十万 萧可言一听十万 这笔钱虽然不能彻底治愈儿子 但是起码第一笔手续费 是有着落了 不过一想到一年前的那个夜晚 时间已经让她 渐渐淡忘了那个屈辱的夜 如今老天又让她去 陪董事长的儿子 简直是戏弄人啊 不过为了孩子的手术费 她还是硬着头皮缓缓地走了过去 看着眼前高冷的男人 她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道 嗯 你好 杨明听了笑得口中的酒喷了出来 我没听错吧 用这种方式开头 现在夜总会都流行打纯情牌了吗 杨明疑惑地问道 你别跟我说你第一天上班 萧可言唯唯诺诺诺地回答道 是 现场的气氛冷到了极点 正和行天言谈生意的李老板 见此生气地说道 有没有搞错 今地夜总会没有姑娘了吗 竟然送个这么烂的来 敬酒 敬酒 你总会吧 萧可言缓缓地倒了一杯酒 向行天言方向送去 请 喝酒 谁知这时李老板恰巧手一伸 打翻了可言手中的酒杯 酒水洒到了李老板的身上 李老板就更加生气地握着拳头 你是怎么做事的 笨手笨脚的 想要挨揍吗 刚想动手 行天言一只手将萧可言揽入怀中 一只手狠狠地抓着李老板的骨子 这硬朵的胸怀 这硬朵的胸怀好熟悉 好像似曾相识 可言呆呆地望着身前的男人 忽然想到了那个昏腾夜晚中的男人 如果行天言就是那晚的男人 那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思绪将萧可言拉回现实 不 怎么可能呢 那天晚上怎么会是行天言啊 姐姐都说过了是爸爸公司的行董事长 发生了这些事 行天言实在是看不惯李老板所作所为 黑着脸双手插进西裤口袋 起身就要走人 李老板 我想我们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 杨明笑嘻嘻地出来圆场 天言你这是干嘛呢 行天言的表情冷漠得好像冰块鱼 你不知道我不来这种地方 还把谈生意地点定在这里 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有意捉弄我们 就在行天言和杨明要离开的时候 萧可言追了上来 微微地点了点头 刚刚 谢谢你 而行天言回过头冷漠似血的回应道 谢什么 我根本没想过要帮你 话路 他便和杨明离开了 只剩下萧可言呆呆地站在原处 不多时 杨明却折返了回来 手中拿着一张十万的支票递给萧可言 这是我承诺的十万 你拿着 萧可言愣了愣 我 我什么都没有做 还差点惹过 这钱我不能要 奇怪了 这里的姑娘不都是见钱眼开吗 竟然还有人不要钱的 杨明那双细长的桃花眼 眯成了一条缝 你已经令天言为了你放弃了很重要的生意了 而且已经是他第二次出手英雄就美了 所以 这钱你应该收下 第二次吗 嗯 想起来了 上次李晨的事 就是行天言皮卡姐的围 怪不得刚刚有种熟悉的感觉 难道是因为那件事吗 金帝夜总会的门口 行天言望着跟上来的杨明 钱给他了 杨明微微的笑了笑 原来你知道 看来你也认出 他是你上次救过的女孩子 行天言略微讽刺的说道 认出我 一看入包厢的时候便认出我 主要他与那些搔手怒资的姑娘差异 实在太大了 只不过 没有想到最终为了钱什么都肯干 萧可言回到医院 交起了十万元的住院费 便低着头和姐姐说道 自己被夜总会开除了 住院费是交起了 但是后续的手术费才是价比的开销 我该怎么办 萧丽娜心想到机会来了 不做联系的看心 口气自责地说道 姐姐没用 姐姐什么都帮不了你 不过 妹妹 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 可以救孩子 只不过看你舍不舍的孩子 姐 你快说啊 现在只要能救孩子 我什么都愿意干 见妹妹落入圈套 萧丽娜眯了眯眼睛 你跟孩子脱离女子关系 把孩子送给有钱的人去治疗 第二天一大早 萧丽娜便抱着孩子 来到刑家大宅敲响大门 看着这个富丽堂皇的别墅 萧丽娜暗暗想瞪 自己一定要不折手段的 当上刑家少奶奶 握上豪门太太的生活 管家向刑董事长通报 老爷 少爷 一个姓萧的小姐 抱着一个孩子在外面等着 刑董事长端起手中的茶匹了一口 想起了一年前给儿子找老婆的事 好的 我知道了 请萧小姐到客厅等等 请老爷怒光头笑而已 这件事 你想怎么办 秦天言抱着双手 一年前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给你说了 本想着只是去羞恶一下 这个亲俗的女孩 顺便叫萧南山 不用免费心情 可却没想到 自己一时的不冷静 那个女人竟怀了孩子 而且还生了下来 萧丽娜刚进到客厅 就可怜的跪下肯请道 请老爷 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吧 我的儿子得了急性瘾血症 需要一百万的手术费 我们全家也只凑了几十万 还差 还差很多 秦天言非常淡漠的说道 你想要多少钱 萧丽娜呼呼啼啼的说道 秦少爷 如果是为了钱 我怀孕的时候就来找你了 何必要等孩子出生呢 但是今天 我确实是来要请的 也需要钱给我的孩子治病 请老爷心难得泽气的说道 你放心 这是行家的心理 我们照顾他是应该的 萧丽娜一品 照顾孩子是应该的 那我怎么办 萧丽娜的女妇微微皱了心 凝聚地看着行老爷 是要带走我的儿子 求求你们不要夺走我的孩子 这也是你自己当拍的信号 说吧 要多少 看到如此绝情的儿子 女妇大声扑斥 丁言 你真好 萧小姐 你先挣起一说话 萧丽娜 萧丽娜 听了一下有什么意识 曾少爷 我承认 现在的一切 是加速道成 但是我萧丽娜 不说求什么 宝宝现在避免 也是我一个人躺着 只是现在 我真的无力承担 我只是希望 你面对这个孩子 也留着你的血 借我七十万 不过这笔钱 我萧丽娜 你并不玩了 萧丽娜 一支完美的火系 彻底改变到了形式 原来我听错了 是个好人 萧丽娜 就算你拒绝 我也会把这名女子 接近门 行天言 见此事 已经不能够了 先去验DNA 如果还不是我 我会给她信号的志愿 如果不是 放走 萧丽娜 听了一头的误说 行天言是什么 她本意 可不是个孩子制定 她主要是想 嫁入行家 孩子DNA 比的结果 很快就出来了 的确是 行天言的亲生骨肉 对于这个孙子 行老爷 别提多喜欢了 立马给孙子取明行育成 寓意照耀整个城市的意思 还一并将家中 一间卧室改为病房 医生 以及保姆全天 照看这行家的宝贝 房间内萧丽娜 照看着孩子 看着这个 能够让她飞放腾达的孩子 她是又欢喜又气 照顾孩子 还真不是简单的活 虽说有不少人帮忙 娜也累得够呛 那死丫头 真是天生命贱 照顾孩子多少天 都不觉得累的 行老爷看着萧丽娜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孙子 便关切地说道 林娜 郁城有医生和保姆照看就行 你赶紧去休息吧 萧丽娜淡淡地一笑 摇了摇脑袋 没关系的 行老爷 我是郁城的妈妈照顾 她也是应该的 看到如此懂事的姑娘 行老爷欣慰地点了点头 真是个好孩子 好了 听话 马上去休息 以后不要叫我老爷了 就先叫我伯父吧 嗯 行伯父 那我听明白 终于解放了 萧丽娜长长地舒了口气 她眼珠一转 拿起旁边手包转身就要离开 那我先回家了 明天再过来 行伯见到萧丽娜 要走遍晚留道 林娜 你回家干什么呀 房间都给你准备好了 这几天你就先住着吧 先不谈和天眼培养感情 为孩子你也先留下来吧 看到自己已经得到行伯的信了 萧丽娜露出一丝音效 还故作矜持地说道 郁城已经麻烦你了 我还留在这里 怎么合适 行妇看到如此礼貌懂事的姑娘 不禁更加喜欢这个 未来的儿媳妇了 林娜 你是郁城的母亲 郁城是我的孙子 留下来没有人会说闲话 见行妇已经上钩 萧丽娜更加礼貌地回答了 好吧 就麻烦伯父女 管家将萧丽娜带到一个博力的房间 萧小姐 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你安心休息吧 有什么需要就好我 萧丽娜淡淡地说了一声 谢谢 转身就叫门关上 然后就开心地跳上床上 这个比这房间还要大 外面还有这么多佣人 而以后 我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吗 萧丽娜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一个电话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是妹妹萧可言打来的 萧丽娜不耐烦地问她 什么事 可言很担心儿子关心地问她 姐 孩子怎么样 而电话那头姐姐暴躁地吼一吼 我不是说了吗 叫你不要问 不要问 她现在很好 你放心吧 而且 对方已经给她安排手术了 哦 那就好 可言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很不是滋味 虽然为孩子得到了治疗 而开心 可一想抱养孩子的人 治疗好了孩子 断不会让孩子跟自己见面的 她一个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萧丽娜回家 她就看到了坐在家中失落的女儿 见女儿脸色不对劲 萧妇紧张地问道 可言 怎么了 孩子是不是出事了 爸 对不起 我对不起您 对不起整个家 我把 孩子送人了 萧妇听了愤怒不已 你 你简直不配当一位母亲 然后 整个人激动地晕了过去 叮叮叮 豪华的私人病房内 邢天言拿一个响铃 慢慢地晃动着 婴儿车里面的孩子 咿呀呀发出哈哈的笑声 大大的眼睛 望着邢天言手中玩具 伸出双手 好像是要去抓这个玩具 邢天言看到这可爱的孩子 眼里面满是温柔 也想伸出手去抱抱自己的儿子 突然 大门被推开了 邢天言快速缩回了自己的手 脸上的表情 也瞬间冷了下来 邢少爷 您也在啊 邢天言冷冷看着医生 郁成的病怎么样了 少爷手术后恢复得非常好 绝对不会留下任何护医症的 请少爷您放心吧 但是 邢天言紧张地问道 但是什么 医生吞吞吐吐地回答道 按照小少爷的年龄 每天应当摄取800毫升的奶水 可现在还不足300毫升 虽然第一次身为人妇 邢天言却是知道母乳的重要性 郁成母乳吃得这么少 医生解释道 孩子出生没多久 萧小姐就因为没有奶水 已经断奶了 试过其他屁带品 小少爷吃得也很少 听完了医生的话 邢天言的脸色猛地沉了下来 怒吼道 连小孩的吃饭问题 你们都解决不了 我真不知道要你们干什么的 如果我儿子出了问题 你们统统给我吃不了 兜着走 医生紧张地答应道 少爷息怒 少爷息怒 我们会尽快解决的 邢妇与萧琳娜在隔壁房间 听到了一切 呵呵 林娜你听到了吗 天言向来冷静 今天这样试探 可见她还是非常关心郁成的 倒是你 林娜 这几天你对天言有什么感觉呢 是不是该改口叫我一声爸爸 一说到这 小林娜内心顿时心花命放 她倒是早就想改口了 可是没有机会啊 于是她垂下头低声说的 我 我想先回家准备一下 对 对 是该准备 准备 选的好日子 我就叫天言把你取进门 你幸福到了别 你离开行驾 她简直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了 我小林娜以后就要当上奶猫了 再也不用住在那么简陋的房间 每天为了钱发愁了 不过她转头一想 可是 我一结婚 爸爸肯定就知道所有的事情了 爸爸那么宠爱那个死丫头 她肯定会说出一切的 站在路旁 小林妹拖出手机 扮动了开机键 看到全室妹妹打了电话 也不想和她废话 看短信好了 短信里全室妹妹焦急的留言 姐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爸爸得了脑梗 来到医院 看到躺在床上虚弱的父亲 和旁边的可言 姐 你终于回来了 可刚一到姐姐面前 啪的一声 她便挨了一个重重的耳光 我不过就几天不在而已 爸爸就得了那么重的病 你是怎么照看爸爸的 面对姐姐的数落声 可言低着头 捂着红肿的小脸 一言不发 肖父虚弱地说道 不要打妹妹 不怪妹妹 为了支开妹妹和父亲 说自己的婚事 萧琳娜假惺惺的 轻柔着妹妹的脸 妹妹 对不起 是姐姐太冲动了 我不在的这几天 你真辛苦了 眼圈这么黑 人都瘦了一圈了 你辛苦了 现在我照顾爸爸 你还是先回家休息 休息去吧 能得到姐姐的谅解 善良的可言 自然也不想多计较 便和老父亲打了招呼 爸 那我先走了 晚上再过来 肖父闭了闭眼睛 嗯 去吧 好好地休息下 颤颤巍巍地走出医院 刚生完孩子的可言 身体还很虚弱 加上这几天累得够呛 只感觉头非常的重 随后双眼一飞 便倒在了马路中间 这时 光巧路过一辆豪车 突然踩错了刹车 车内的人正是行偏眼 怎么回事 少爷前面有个女人轰倒了 行偏眼冷漠的命运道 绕路走 司机将车头向右一摆 翻开出两步 行偏眼便透过车窗 看到了那晕倒女人的面容 视听 行偏眼下了车 看了看晕倒在路上的女人 果然视听 没有任何人意 便将晕倒的萧可言抱在怀里 随即快步跑进医院焦急的喊道 医生 这里有人晕等了 来到医院病床 看了看躺在病床上的萧可言 行偏眼陷入了沉思 与上次相比 她好像又瘦了很多 脸色也异常的难看 医生打断了行偏眼的苏绪 先生 你还好吧 行偏眼这才回过神 哦 我没事 这个女孩现在怎么样了 医生解释道 目前看来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有点疲劳过度 加上营养不良 滴血糖导致的晕倒 由院观察几天就可以了 营养不良 上次杨明明不是给了他十万元的吗 他应该不缺钱 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停止了思考 他双手插入口袋 为医生道谢 医生麻烦你了 他的住院费我已经付了 转身就想要离开 先生 请你等一下 住院需要登记个人信息 请问他叫什么名字 行偏眼冷漠地回应吧 我不是他的家属 等他醒了 你们自己问吧 如果他问起我 随便编个理由就行了 说完便离开了病房 医院的另一个高级病房 萧琳娜将父亲转到了 VIP病房 萧富很心痛前 而即将看上高知的萧琳娜 却是好手的说的 但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 只要是住着舒服 病才能好得退 而萧富的脸上仍旧成为一般 萧琳娜闭着眼睛试探的头文 小声说道 我马上就要跟 行偏连结婚了 萧富感到非常惊认 你怎么和行偏连走到一切 萧琳娜知道这个事情是难不住的 便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和行偏连人走到一起 是因为妹妹的孩子 对呀 我直说的 萧琳娜见此 一直做二不休地说道 其实 当初行家拒绝我 是因为可怜 他不不要代替我 去见个行偏连人 并且他们 还发生了关系 孩子就是他们福费 这件事行家 一直都不知道 而我 为了就好 就说那孩子是我 谁知 萧博夫就叫我爹 行偏连结婚了 谎言编到最后 萧琳娜的声音越来越小 细静 她清楚 不仅是知的一切 最后听了萧琳娜所说的一切 记得门脸兴奋 你不是为了就孩子 你只是 自己想嫁入行家 看见爸爸拆穿了一切 萧琳娜拂着请求道 爸爸 我求求你不要告诉你 不然行家不会放过我 而且我真的是为了就好 你看现在多说你 孩子不仅得救了 还有了爸爸 虽然我不是她的亲生妈妈 但是以后 我一定会带她 如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 妹妹也能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这个善意的谎言 不会影响到任何人 反而说了出去 我和妹妹就再也做不回姐妹了 所以爸爸 你一定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见自己的女儿 做出如此卑鄙的事情 一向正直的萧妇摇了摇头 我绝对 不会 帮你的 看到如此坚决的父亲 萧琳娜苦苦地哀求等 双手不停地摇晃着自己的父亲 爸 你怎么能这样 难道你要看着我死吗 而病床上的萧妇 已经气的话都说不出来 不 我不会 不 会 突然萧妇闭上了双眼 身体无力地摊在了床上 这用萧琳娜怎么呼唤 萧妇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见此萧琳娜紧张地呼喊着 医生 医生 后来啊 我爸爸好像不行了 随后萧妇便被奋进了 他坐视 只留下萧琳娜 一个人坐在急救室了 焦急地等待着 急救室内萧妇正在抢救着 萧琳娜站在门口焦急地担忧着 她担忆的却不是父亲的病情 而是 爸爸现在出事了 会不会影响我结婚啊 爸爸你怎么偏要在这个时候生命呀 不能怪爸爸 要怪就怪那个死丫头 没有把爸爸照顾好 话说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 怎么电话也不见 萧琳娜想到前台去咨询父亲的病情 但前台却是看见了新天员 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并传计 虽然一些死丫 缓缓着看起 好难受 我怎么了 她在看手上说的游戏人生 不是姐姐 我怎么会在这里呢 你醒了 是一个好些人的感情 还帮你交了个人 好些人 要可言不许你吗 有人没分 很抱歉 现在的人都没有留下你 这是萧琳娜 才好给你 萧琳娜的病房啊 妹妹 你怎么在这里 我怎么也连走不上你 我刚才在医院能否病倒 就是说是一个好心人 给我送过来 也管不了怎么病 萧琳娜抓起粉红的手 没兴趣了 爸爸正在抢救呢 医生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可言听到爸爸病危的通知 那时一刻也做不错 拖着疲惫的身体 像急救式跑去 不少还不断地命 爸爸 不会有事 箭头人已经排阳 并温宽地走到一步 就是说我没有进去 这句话 画的男人 并没有留下你 二人一步有 这就是不错的办法 太便宜挺好的 就是大吃的时候 太便宜不止有牌 还非常少 就是一直在这儿 有点愉悦 我还要当个愉悦的信息 心思好信息 好看你 我还要当个愉悦的 就是文明 太便宜了 是我没在乎的 不错 现在我们家的愿望 一定是小虎 没有那种牵迷的身体 并不不不不不不 又不认识的秘书 就在这时 并不认识的望眠 手术的一身 不能忍不忍不忍不忍 谁是小虎 并没有自你 最可言 赶紧不忍不忍 是我 可是小虎 我无意想 我们不认识小虎 肯定是个 Class 是abel 可言换了一身隔军的衣服 拖着沉重的步伐 推开父亲的病房 冰冷的医疗仪器 发出喽喽喽的声音 躺在床上的萧妇不断地呼唤着可言的名字 可言连忙走到父亲床边 用手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 爸爸 你不会有事的 对吧 萧妇淡淡一笑 呵呵 爸爸的病情 爸爸自己知道 傻孩子 爸爸喊你过来 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跟你说 可言趁抖握着父亲的手 爸 我不许你这样 你从小教育我们 不许放弃 等你听好了 咱们再说 好吗 好 可言最乖了 爸爸不放弃 放弃 那 你先听爸爸说 好吗 好 好 可言还没回应到 呵呵 这件事还得从三十年前说起 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 也算是一个青年才俊 认识了班上一个叫颜可可的同学 虽然他表面看起来冷冰冰的 但是内心却是一个温柔的人 也许是因为他的笑 我们很快就坠入爱护 但是好景不长 毕业后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们被迫分离 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 直到有一天一个叫夏可的女人 告诉我 颜可可在乡下结婚了 失忆的我便和夏可在一起了 后来我和夏可结婚了 还有了一个孩子 就是你的姐姐萧琳奈 突然在一次同学去会上 我和可可又相约了 还是那么漂亮 可我当时只想着要告诉她 什么也没有问清楚 就在当天独处了一夜 可是当我发现 颜可可还是宠女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被骗了 被夏可这个女人给骗了 我愧疚地告诉她 可可 其实我已经结婚了 还有孩子 可可听一句知所措 呆呆地坐在床上 什么都没有说 没有 也没有呢 第二天一会 便悄悄地离开了 不知所踪 我找了好久 也没有找到她 最后我找到了可可 有人说她 破坏别人家庭 在一间教堂里唱歌 可是当我找到她的时候 她已经没事了 只留下一只孩子 那个孩子就是你 你是我和可可的 今生女儿 可言 我的女儿 你知道吗 你妈妈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 最善良 最单纯的女人 你妈妈也是我最爱的人 而你的爸爸 我却是一个不心汉 我对不起你妈妈 对不起你 可言看着父亲自责的脸 她也和内水勉强地笑了笑 爸爸 你别这样说 你不是不心汉 我能感受到您对妈妈的爱 否则我也不会叫可言 更加不会 与您在一起生活 二十几年 可言垂下头 眼泪则着脸颊流了下 她笑了 笑得好甜 其实 爸爸就算您不说这件事 在我心里 您已经是我的亲生父亲 这一刻 肖不想起了自己深爱的那个女人 她是如此的单纯 善良 懂事 而这些优点 都全部继承在她的女人身上 连可可已经吃了太多的眼了 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 再重蹈覆辙 肖不得脸色 突然变得严肃了起 爸爸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就在她要开口的时候 她突然想起 肖琳娜会必哀求自己的脸 就算夏合当初做的再过分 再怎么对可可 可言不合 可是琳娜的确是自己的亲生女 哎 造孽啊 肖腹内心无比的纠结 肖腹艰难的 说出最后的话 你要答应爸爸 记得 记得 以后不管你姐姐做错了什么 你都不要带她 记住 你是你姐妹 是 姐妹 可可 可言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们 我毕竟 琳娜也是我的女儿 随着心电监护疑 想了最后几声 血压以及脉脖 最终多为女 肖腹便紧紧的 在地上的双眼 任凭肖腹员 多么大声的呼唤 也得不到肖腹的回忆 女人有一个歹毒的姐姐 不但陷害她为婚先孕 生下孩子 而且还想带着这个孩子 嫁入豪门 得知一切的父亲 自私的满下了一切 还让女人 以后不要忌恨姐姐 并妨外肖琳娜急的 像热锅上的蚂蚁 在手术室外不安地徘徊 为什么 爸爸只见她 爸爸会不会拆穿我呢 难道就这样完了吗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爸爸你会帮着我的吧 手术室内 传出了可人心心裂肺的叫声 爸爸 感觉到不对的肖琳娜 赶紧推开手术室的门 进到手术室 只见可言抱着头 并嘟着 爸爸躺在床正一动一动 没有了一点气息 肖琳娜委屈地流下了泪声 爸爸 为什么最后一年也不肯见我 我哪一点比不上肖可言 看着跪在地上 扑成一团的肖可言 肖琳娜试探地问你 爸爸生前和你说了什么 他没有说什么奇怪的话吧 脑梗总是胡说八道 你可千万都相信 姐 可言不明白 这是怎么了 爸爸都不在了 为什么姐姐关心的 却是爸爸最后说了什么 爸只跟我说了以后 我们要相亲相爱 还说我们是亲姐妹 就什么都没有说 真的吗 是真的吗 猛然间肖琳娜 发现自己问的太多 联盟转变了太多 对 我们要相亲相爱 现在只剩下我们相恩为命 说着便抱起了跪在地上的内容 可这一次 肖琳娜嘴角 却是露出了一封 显得笑容 在这个冰冷的手术室内 显得那么自然 家中肖父的丧事还没有完毕 而肖琳娜却是躺在床上 思绪万千 这时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是刑妇打过来的 琳娜 我才知道你父亲去世了 你不要太伤心了 免得弄坏了身体 人中会有老趣的一天 好的刑伯父 谢谢您的关心 电话那头刑妇叹了一口气 哎 本来这两天都在准备你和天言的婚事了 但现在你父亲刚过世 拿结婚的事情只有延缓了 肖琳娜听到婚事要延缓 猛的从床上坐了起来 嗯 按掉习俗是应该延缓的 但是爸爸走之前说 看不到我结婚 很不甘心 希望我能尽快结婚 这样他才能温习 所以 我和天言的婚事还是继续吧 听到琳娜这样说 行妇暗暗想到 也对 父母在临别前还没有看到女儿结婚 都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的 琳娜 反正家里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不如就搬过来住吧 而且你的父亲遗言是希望你结婚 拿正好你马上和天言完婚吧 听到这些话 虽然爸爸刚刚才去世 但是萧琳娜早就抛之脑后了 内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老爸你可别生气 等我嫁入了行家 就给你找一个风水宝地 包你住得舒舒服服 客厅可言正贵在父亲的一项前首相 看着要出门的姐姐 姐 你要去哪里呢 萧琳娜不赖烦地说的 我出去住几天 你现在就要走吗 可爸爸的头七还没有过呢 萧琳娜眉头一皱 转过身来便带吼灯 我为什么要留下了 我唯一的亲人都不在了 我留在这里只有伤心罢了 可言可怜巴巴望着姐姐 姐 我不是你的亲人吗 萧琳娜冷哼了一声 亲人吗 你不配当我的亲人 你只是一个野种罢了 这句话宛若晴天霹雳 直击可言的内心 原来你都知道了 对我都知道了 就是因为你这个野种 爸爸才会死的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 说完便摔门而去 只留下可言在父亲的一项前伤心的夫妻 这个女人到底是有多嫌偏爱父 自己的父亲刚刚去世 失苦未寒 她就立马想嫁入航母 当上航门大少奶奶 过上奢靡的航门生活 行家客厅 行妇和萧琳娜说着家常 邢天言刚从公司回到家中 只是冷漠地扫了一眼客厅的父亲和萧琳娜 便要回自己的房间了 萧妇见词 非常的恼力 你没看到琳娜来了吗 暴难又能怎样呢 还有什么事吗 我回收房去 你这是什么态度 刚刚我和琳娜商量好了 一天后面就结婚 天言听到这个消息 很是震惊 邢先生不是刚才过世吗 而且我已经说得很明白 那城市我的孩子 我会负责的 行 既然你要负责 就要给孩子一个完美的家庭 你必须娶琳娜过门 这也是琳娜父亲的一言 而我也希望你能尽快成下 秦天言对了你眼前的女人 感到一丝厌恶 父亲刚死 这个女人 竟然还有心思结婚 不过拗不过父亲的天言默许 不过要结婚倒是婆语 婚事必须从简 行夫妻的立马 转了起来 我们行家的婚礼 怎么可以从简 这会委屈了琳娜的 更会让其他家族看笑话的 这时 萧琳娜 却是开口说话了 行伯父 其实我本身也不愿意弄得太严重 父亲刚刚去世 要不是因为她的一言 我也不会选择这个时间 和天人结婚 话虽然这样说着 但是萧琳娜 却是有一万分的根性 从简 有豪华的婚礼 名贵的考课 相马专时的婚室 这将都不复从简 之所以萧琳娜 能答应婚事从简 还是想要顺从天人的眼 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关系拉近 只要进了行家里 以后就有想吃不尽的 灵魂太贵了 这个女人傻得有些许可怜 在姐姐的哄骗下未婚先孕 生下陌生人的孩子 姐姐还拿孩子 当作嫁入豪门的筹码 而这个妹妹却是一无所知 忙完了父亲的丧事 萧可颜落寞地回到家中 想着父亲的葬礼姐姐 都没有回来参加 她便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但是电话一直都打不通 看了看这个有些冷清的家中 可颜拿起遥控板打开了电视 或许电视里嘈杂的声音 能给这个冷清的家中一点点温暖 然而一则新闻 更确实让她的心情落入谷底 本台播放 今日刑事企业继承人 刑天员举行婚礼 女方是企业员工的女人 之前两人就在一起了 女方已经为刑天员生下一个孩子 据报道 女人家中正在办理白事 所以这场备受瞩目的婚礼 也是格外的低定 现在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看到电视里戴着墨镜的女人 正是自己的姐姐 这一刻可颜明白了一切 她颤抖地关掉了电视 没想到啊 自己的姐姐居然如此地算计自己 她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沙发上 没有开灯 也没有发出一点点声音 不知过了多久 大门突然打开了 萧琳娜偷偷默默地回到家中 看到家中飞漆漆的 她摸索着打开了客厅的灯 看到坐在沙发上默不作声的妹妹 自知里推的萧琳娜吓了一条 可颜 你在家呢 怎么都不开灯呢 姐姐都被你吓坏了 萧可颜仍是没有说话 只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没有过多的情绪 眼见妹妹不理睬 萧琳娜来到妹妹面前 单笑的 妹妹 爸爸的葬礼你累坏了 我在外面有点事 就没有回来 瞧你这憔悴的脸 我真的不好意思 可颜早就知道了 姐姐那些贝赌的事情 便不做自愁地说的 姐姐都结婚了 我都不知道 我才是不好意思 看来这个死了一遍都知道了 在这里对了萧琳娜 勉强了笑容 哼 妹妹你都知道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也只是和他们一起知道的 妹妹脸上 被冲一丝难以久目的笑容 恭喜你 我的姐姐 妹妹 你就别粉丝姐姐我了 我知道 爸爸出病的时候 我不在 是我不好 是我不好行 望着这个蓝骨粉严的姐姐 可颜锦摸了下拳头 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 逼好人 你回来就是给我说这些了 你就不解释一下 向我解释一下 你能听到阴谋吗 这个女人无耻到了极点 将妹妹献给一个七老八十的老童子 插阳错妹妹 却和未来金融巨头发生关系 还怀上了那个男人的孩子 为了嫁入豪门 这个女人便哄骗妹妹生下了孩子 自己带着孩子 自己带着孩子 嫁入了航门 肖家客厅中 当妹妹知道灵气 这一年来 我一直在想 我的姐姐怎么了 难道是转性了吗 对我和孩子都这么好 可是我实在没想到啊 我的姐姐 为了你的一几次日 你欺骗我就算了 你竟然还利用我的孩子 甚至你连爸爸的葬礼都不在 你怎么可以这么能写而遇情 到了这个时候 娇琳娜 还在住口 你住口 你又知道什么吗 为了没补现药的事情 为了不让孩子吃苦 我悄悄地抱着孩子 去了行家 当时 我就再想嫁给那个老头 也无所谓了 谁知老心有眼 可怜我 当年跟你发生关系的 竟然是行偏远 而当我抱着孩子去的时候 行家以为我就是孩子的妈妈 我也没办法再解释 所以 我只能认下了这一切 这个看似完美的谎言 可言却是再也不会相信 瑟瑟 我的姐姐 你真以为我忘记一年前的事情了吗 你给我下了要是用什么态度对的我 我怀孕后时 你又是用什么态度对的我 你就跟变了个人士 那么关心我 那么照顾我 想必在我怀孕之前 你就知道那碗房间里的人是谁了吧 而这个时候 应该就是你计划的态势 为了这些营养 也没有必要再冲下去 好吧 既然你都知道 我就直说 没错 这一切都是我设计好的 我早就知道 和你发生关系 我就是行方我 可是就算你现在知道 你问我怎么问你 可言看清楚了姐姐的一切 也不再唯唯怒怒 她强硬地说道 是 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样 但是我可以告诉行家 我才是孩子的亲生女性 看着频率里软弱口气的妹妹 这一刻如此强势 萧琳娜顿时慌张地醒了 妹妹 姐姐错了 姐姐不该骗你 可是我离去之后的孩子的命 在我是你姐姐的份上 不要到行家去那里 好吗 她远也不想再宽幅 我自己想过 你想过你是我的鼓 不想过 我在在行家的时候 我想过 在行家里的爱人 是 我也是同意 但是一时候 我都不想要 我们是业织 幸福 你告诉我 下一个 我跟她的业织 而且 我想再宽幻 而且行天 也不想 我只能 想跟你 爱自己的亲戚 也没有 姐姐 我告诉你 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和你 一起金钱 我更想人真正属于我的爱情 那是前两步 先 你把你记住的任务 那为什么还要到行家去接车我 可言紧握了下双球 我再说一句 我只想要回我的问题 小林呢 走到可言之前 她也不坚困 哦 就贫你 我好 我不到你的身边 我欠你放弃 先到合递 我就是贫团 然后我也很难看你行家 就算你现在大事 我自己不认识 我自己不认识 但是 我自己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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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他也不认识 那我自己不认识 我自己不认识 frozen 你见过这么傻的女人吗 姐姐利用自己的孩子 嫁入豪门 为了父亲的遗言 不揭穿姐姐的阴谋 还扶下姐姐给的毒药 将自己毒药 去豪门给自己的孩子 当奶妈 行家别墅外 一群人嘻嘻嚷嚷地排着队 在应聘奶妈的职位 而女主萧可言也在里面 这时的她 戴着厚厚的老花眼镜 穿了一身苦涩的衣服 很难谈出她 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花子上海 一想到此 女生就可以看见了 她紧紧握了握手中的排队 孩子 在等着妈妈 妈妈这座人 很快就轮到她面试 来到客厅 听到孩子的哭闹声 她的情绪一下子都动弹 她飞快地从到孩子身边 把抱住了 孩子的哭声就戛然而止了 众人对视了一点 悄无声息地注视着萧可言 萧莉娜的目光头像可言 果不其然 这孩子还真是有用心 只认识母亲 倒是这个傻丫头的装扮 还是像不像样的 请老爷又惊又喜 说来也奇怪 这个奶妈已抱住郁城 郁城不哭了 我想是那奶妈和郁城有缘分的 那 我想后面的人 就不用面试了吧 就用她了吧 瞧我们郁城多开心 是真的很喜欢这个奶妈呢 原来 孩子取名叫郁城 照耀整个城市 真好的名字 是邢老爷子的名 还是 目光缓缓望向行偏年 而行偏年也在打扮着自己 这一刻 可言心跳开始了气力加速 为什么这次见到行偏年 会那么紧张 难道是因为那晚的事情吗 林老爷站起身 来到了可言面前 好 就是你了 好好照顾我的孙子 行家不会亏待你的 对了 你叫什么女后 可言只是在人里了 什么话都没有 不远会看着这一切的行丝颜 你可盯着萧可言 这个女人 好像是在哪里见过 萧琳娜进行 天员不停地看着可言 难道 她认出来了吗 随后装着惊讶 你不会说话 是吗 可言连能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自愿被姐姐夺养 只是为了父亲的名言 和能够见到自己亲生的儿子 行家客通行脑椎 叹了一口气 哎 这个奶妈 虽然是和玉成有缘 但是却不能说话 不知道 能不能将玉成照顾好 一旁的可言 看着犹豫不决的行老爷 害怕自己应聘不上奶妈的职位 可怜巴巴地望着萧琳娜 萧琳娜逼了毕丽眼睛 不得不再帮这个傻丫头 最后一切 不然没有应聘上奶妈的职位 这个傻丫头一定会闹的 爸爸 我觉得 不会说话倒挺好的 玉成也会有些说话 要是来一个多子的女人 不知道 会不会乱交些什么 不会说话的女人 照顾 千万会让你重新 心动是不糟的东西 行妇犹豫的骗户口 好吧 就你 你留下单位的孙子 要好好的照顾我的孙子 我严肆 激动地点了点头 即是被淡泡 是被选择最大的心灵 行情人 住室的人 也随着心 像我们军人怀中 对我的全照 会严肆严肆严肆 是什么 为了能见到自己的儿子 不吸不下姐姐给的毒药 承受无尽的痛苦 最后变成了一个哑巴 这一切都值得 可言顺利的应聘上了奶奶 看到摇篮里熟睡的育成 就是自己受到再大的折磨 只要育成好就够了 或许是好久没有看到孩子 可言一直守在了摇篮边到了半夜 不知不觉居然在摇篮边累的睡着了 就连行天言进到房间里 可言也没有察觉 行天言轻轻的走了进来 生怕吵醒孩子和睡在旁边的可言 看了看摇篮里面睡的安稳孩子 这个女人倒是挺用心的 刚刚才来就哄了玉成一整天了 望着可言脸上戴着的那副大眼镜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和那个女人是那么的相似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行天言的手向她的眼镜 缓缓伸的过去 和轮口传练生的情 不知道什么时候 萧玲娜已经站在轮口 天言你在这样 熟睡的可言也被吵醒了 她慢慢睁开双眼 眼镜行天言出现在几个问题 她紧张地扶了我脸 自己就吃招了 自己自我睡得那么久 不会被发现了 我来看见一场 现在要回手房了 我来打扰了 朗朗地入下了这一步 行天言起身边有陪伤阻 看到如此两半的骄傑 萧玲娜安慰了我前 故意装作额不轻心地忘记说的 女人在外遇面情总是这么有话 真哪个没办法 这也是海洋面着幸福的情人 那么我也回去休息 她说 不愉快 看着你多一切的声音 说 一定想 萧玲娜安慰爱姐姐 你记见到她的时候 都是面与表情的 也许她在姐姐面前 就是另一番样子了吧 从刚刚姐姐拿甜蜜的笑容 其实 不用想你知道 她们这几天过得一定很幸福吧 遇想到这些 可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心 还是会隐隐作痛 这个傻傻的女人 为了自己的豪子 来到豪文贵族 当起了难民 遭到了女庸长的百般刁难 问 那边那个心霉的眼睛 瞪着干什么 赶快干活 要在老爷和少爷起床前 把卫生打扫干净 委屈的可言 现在也不能说过 脸上出现了抗议的表情 但一想到能够守候在 玉城身边 她还是不在乎的笑了笑 继续擦着一楼的楼梯扶手 当她擦到二楼的时候 发现二楼的书房门扮演着 出于好奇心 她打开门偷偷地看了看 透过门 她见到躺在椅子上 睡着的刑天员 难道她昨晚一晚 在这里工作 可言打凉立下这个房间 居然在书房 还放了一张床 小玉城 看来你的爸爸 是一个工作宝贝 随手拿起床 正面一张毛鸡 当她刚要踢在刑天员身上的时候 见到一楼 问行客的一名名字 引起了她的注意 作为辅修金融业的她 当然知道这个报告的含金量 这是刑天员 突然正看出 心里口道 你是谁 谁与你自己 是 你何不准作为 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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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叫 我说 我说 可言连忙 被吵天员 不吵天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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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这一切 你是谁 你 你是谁 你 我说 少爷有修养 有气度 俊朗不凡 每个女佣都很崇拜她 说着说着 女佣 却是越来越花痴 见到她这副不爱的女佣 可言会心里笑一笑 微微的点一点头 我叫白花花 你以后可以叫我花花 听说你才刚来也会说话 看年纪你应该不不吵天员 我就叫你久了 女佣长这两天 本来 这时就和其他一名的鸟皮走上去做什么更捏 你们两个就要做了 看这个什么 还想去谈刺上 我眼里鼻嘴 嗯 这是本名嘴 可以不防止什么 我从头 一是你 我眼里做 我眼里鼻嘴 抱歉 说完 看这个懦弱且有些圣母的女人 自己的儿子被姐姐当作嫁入豪门的筹码 自己本有机会揭穿 却是选择的沉默 行家豪宅里 一个女佣着急的告诉可言 孩子闹起来了 你快去看看 可言听了个着急忙光的跑过去 不想却在途中撞倒了行老爷 萧琳娜和邢天妍这时刚好走过了 萧琳娜看了连忙跑过来献殷勤 爸 你没事吧 你不要乱动 我马上给你叫医生 随即大吼到一个佣人去叫医生 邢天妍看了看一层的萧可言 这个女人不能说话 做事还怎么猛撞变天赋道 以后除了喂奶 不能再靠近孩子 可言听了连忙抓住邢天妍的手臂 不 不要剥夺我当母亲最后的权利 但是却不能说出来 可言只能死死地抓着她的脖子 不断地摇着头 眼眶之中渐渐流出了泪水 邢天妍看着眼前的女人棱住神 奇怪 我并被她发活 也没有扣她的工钱 还变相地给她减少了工作 她怎么还是这副表情 好像是我夺走她什么重要的东西 她的萧里面正在行天的表情查得到 我忙啊 可言笑非诸地说的 你不要说 事儿又没有骂你 你赶紧去买你的工作吧 可言她想起台座 好像是 我后面密气冲冲地说的 我告诉你死丫头 你以后少在天爷面前流露出那种 悲凉母亲的 眼神 否则我会毫不留情地 将你从家中赶出去 说完便投了不贵地离开了 或许是声音太大 下的日程也开始哭闹起来 萧琳娜教训完可言 便来到行妇的房间 听到了小水谷猎的消息 又假装孝顺地说道 爸 你你病很痛吧 这几天美丽三千 让我来照顾你 这些吓人 没一个重用 萧琳娜很是欣慰 还是宁愿孝顺 不像我的儿子 我都受了很重的伤害 她却站在旁边 有一个美式人 一样不管 还有就是 新来的这个女人 自己行妇 若是茫茫茫茫茫茫 点就太懒舌 这时行妇人 不愿自主地拍拖的 我想 她也不是故意 我自己才去照顾得很不错 萧琳娜 看着一线沉默的男人 确实为了那个抵押 就说话 你也茫茫的怨愿 刑片岩离开了父亲的房间 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 不由自主地来到 玉成房间外 她轻轻地打开门 看着奶妈 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玉成 刑片岩就开口问道 你很喜欢玉成吗 还是只要是小孩 你都喜欢 萧可言这才发现 刑片岩来了 她只得默默地点了点头 但是刑片岩的问题 越来越多 而她平时 不像是问很多问题的男人 难道是她开始怀疑了吗 一想到姐姐刚刚才警告过自己 不能在天岩面前 露出悲凉母亲的眼神 可言也不再回答问题 只是将玉成 轻轻地递到天岩的面前 天岩接过眼前的小家伙 上次想要接触被人打断了 这还是第一次亲手抱抱自己的儿子 可言看着眼前这个频率里冷得像冰一样的男人 居然露出词负一般的微笑 她也放心了 好啊 玉成 这个世界上关心你的人又多了一个 而这一切 却被能外的萧云娜尽收眼底 此时的她气得牙痒痒 愤不得立马将可言赶出行家 并想到若是自己将她赶出行家 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没有的 她便找到女人长对她说的 一来的奶妈 她老爷就壮不悦了 少爷表面上看她能有什么 可她非常生气 和阿姨的奶妈 可得是有点本事 把小少爷吃苦的很好 所以也就不说什么 她以后要是站着这种本事 同行大小 吃苦的还是你 女人长也不是笨蛋 她立马平民到少奶奶的 放心 我以后会好好地 就在当晚吃饭时 女庸长就将可言赶出去扫雪了 好心的花花为她留下了晚餐 但还是被女庸长看见了 于是连花花一起惩罚了 冬天的夜晚格外的寒冷 可言和花花也不得不听从女庸长命令 继续在冰天雪地里打扫着落雪 第二天花花就因为受凉发起了高烧 而可言去喂海 却一点奶水也没有 家中一生检查的情况 原来是身体受痕 还接触了冰冷的东西 另外还有点养养不良 还是能好好吃饭 明天缘听了这些原味的赤脱道 你既然来当奶妈 就应该有带孩子的冰冷 那为什么还要突破那些生亡的东西 我请你过来 是叫你好好照顾我儿子 如果你做不到 那你可以离开了 说完你也不回来 准备离开了 就算是被冤了 现在不能说话为自己辩解 可言正面临着被赶出行家禁闭 还好有好心的花花解释了遗弃 是女庸长不让姐姐吃饭的 大冷天还叫姐姐去外面扫血 才让姐姐受寒没有奶水的 女庸长还想要走 是她自己要去外面打扫鸡血的 行天言那可不是吃素的 只是简单一想 便知道是女庸长在层中作祟 立马处罚了仗势欺人的女庸长 天言看着这个欲催无泪的奶奶 受到这样的怨恶 却不能开口便捷 她这样应该很痛苦吧 娇琳娜看着女庸长这么不重要 不仅不能将这个死丫头赶出去 还让天言对她心生怜悯之起 她眼睛眨眨 一个阴谋悄然而受 在经历里可言和可言一起出去 来到商城的园队 娇琳娜心意恢复着 几问人的衣服 包包 化妆品 钻剂 她毫不犹豫地 停停了下 在她身后的可言大包 小包的拿了一束笔 为了她尚弃不得 但是 姚琳娜或可言 面前自己的 准备着行家圣女人的衣服 回到家族 可言 想不得去 想不得去 然而女人种合适 不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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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女人的感情好色 女人种面对去 可言 还要不得去 可言 不得去 导致到这女人一种 不得去 为何而 为何而 变得想女人 所以不能说话 女人特别让女人反省了 我 是不是 在我 而这个女人长见到这个新来的奶奶 气就不打一处来 便骂到你这个死哑巴 你干什么 而这个话 却是被刚好路过的行经人拼近 她冷冷地反认的 女人长 你平成就是这样 称呼别人的吗 女人长下了一条 她知道平日里少爷对待下人 就是非常理想 自己这样做 你非在把少爷的女人 便解释到故事 你看她又不明说话 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称呼她 秦天妍走到此人面去 伸出左手说的 把你的名字写到我的手机上 可影响了想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体 变成了个新人的事 在上面 你平年 我只得到女人长 觉得不能不得到人所走 只要在你 听见以后 对我 只想是女人绝对的少爷 做完她的女人 我人注视着她 就见了 她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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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出了新的 不懂她的女人 她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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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容易 是这条 她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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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得到 因为她的身体 她的身体 秦天妍是自己 对不到爱上的女人 秦天妍 高嫂的房间门 她突然想起了手 她还提手 痴痴地望着自己的感情 她的身体 回到书房的秦天妍 看着公司报表 萧琳娜便走了进来 试探性地对天妍说道 今天去逛街了 买了很多东西 花费了九十多万 不过好多东西 都是给小妍买的 秦天妍冷了一下 小妍 你是说那个 妍可可奶妈吗 对啊 我看她戴玉成挺辛苦的 加上前两次冤枉了她 便想着给她买一些东西 报答她 没想到到了百货商店 她倒一点都不客气 飘得全是大牌 我又不好意思 不给她买 所以 花费有点高 天妍听了脸上 也没有什么表情 心中却在想 花了多少都倒是无所谓 但是一个下人 居然找顾 主要这么贵的东西 难道现在的女人 都是这么物质的吗 上次天上人间 萧可言为了扬名的钱 而取悦自己 而这个和萧可言 长得极为相似的 严可可 也是这样 秦家的另一头 为了能让花花留下 萧可言写了一张 纸条递给了女佣长 女佣长看了纸条 一个歹毒的想法 由人而生 她居然叫萧可言 在花花离开的时候 去山花花两巴掌 这样花花就可以留下来 可言当然知道 女佣长歹毒的用心 她想让所有人都怨恨她 讨厌她 为了彻底的孤立 这个新来的奶奶 女佣长又拼入家序的说道 本来这件事 闹到你们两个都要被疲退了 只是那个哑巴过来求我 我随口说了一句 让她把你眼巴掌 我就把她留下了 没想到她还真的做了 对 看你这小脸肿的真可怜 你就继续留下工作吧 免不别人说我心成毒了 其他的女佣人听你愤愤不平 没想到啊 事情居然是这样的 这个哑巴奶妈心眼那么坏 还不枉单纯的花花 对她这么好 花花自然是不相信这一切的 她找到了 可言并质问道 姐姐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了 可言是知道花花的性格的 如果告诉了她实话 她定会去找女佣长理论 到最后 倒霉的还会是花花 与其那样还不如不告诉她真相 就让花花讨厌我 远离我吧 这样女佣长就不会再去为难花花了 纵使被所有人孤立了 女佣长还是不能放过可言 就在当晚 女佣长就拾起了小心机 她叫可言去给脚补猎的型老爷做晚餐 还特意告诉可言老爷喜欢吃肉 可言尽心尽力的 做了许多婚菜 上次因为自己的冒失害的邢老爷 小鼓烈 这次趁着送饭的机会 还给邢老爷写了一封道歉信 邢老爷也是好久没有吃到这种菜色 一时间吃了很多 还夸可言不仅做的饭好吃 言字也写得这么好 心情大好的邢老爷 也原谅了可言之前猛撞的行为 一天的忙碌终于过去 优人们也齐聚在一起 享受着片刻的休息吃饭时间 而可言因为上次打花花的事情 已经让众人孤立了 他只得一个人坐得远远的 这时行天言推开门 大吼道 今天是谁给老爷做的晚饭 可言缓缓举起了手 是你吗 你不知道老爷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吗 还做口味这么重的肉类给老爷吃 可言不能说话 只能可怜巴巴的望着女庸长 因为是女庸长告诉他老爷喜欢吃肉的 女庸长出口狡辩道 今天是你自己要求去给老爷做饭的 我还特意提醒过 你不要做婚事你自己执意不听我有什么办法 此时的可言终于明白了 女庸长这是要害自己 本以为花花那件事结束了 女庸长应该出了那口味去 却没想到还是不肯放过自己 可言只能一步近地咬着头 可不能言语的嘴 谁又能明白他的约梦呢 弄明白了一切 行天言冷冷地离他的吃饭的事情 虽然他并没有责目可言 但从眼色中就表现出对可言的厌恶 此刻可言的心像被千刀万剐一样难受 小时候听爸爸讲过人鱼公主的故事 当人鱼公主为了心爱的男人去掉尾巴 变成正常人走在路上的时候 每走一步都如踩他在碎片上疼痛不痛 而自己因为无法说话 一切简单的事情都变得复杂了起来 其实有些情况根本不用解释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面对行天言 他都想开口说话 告诉他真性 难道我也如同的人鱼公主一般 渴望得到喜欢人的回眸吗 一次又一次的忍让 只会让人更加的肆无忌惮 晚餐才给可言下圈套的女庸长 让可言遭到少爷一顿厌恶 这不 在休息时 女庸长更加得寸进尺 打着少爷不想见他的幌子 惩罚可言到全是男嘉丁的后院去睡觉 还只是嘉丁阿威给他吃吃苦头 可言看着这散发霉臭且破旧的房间 冬天寒冷的天气 他只是盖着一薄薄的毯子 冷得他辗转难眠 一会儿 门口却是传来的咚咚咚敲门声 阿威带着一群嘉宾 说自己的钱包被偷了 还说新来的可言嫌疑最大 说着说着还动起手 开始想要苏身 可言只能无力再挣扎着 眼镜也在拉扯中掉在地下摔碎了 加上睡前已经把自己化老的妆容给洗掉了 眼镜掉落在地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人似乎都愣住了 就连怒气冲冲的阿威也看上了 一双眼含泪水的大眼镜 加上那雪白的肌肤 以及樱桃般的小嘴 无处不散发着少女的芳香 正当大家在愣神的时候 一个冰冷的声音从他们身后传出 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 当阿威松手放开可言往后看的时候 可言便完完全全的暴露在邢天言面前 邢天言也一下子就认出 这个花容失色女人 她只是默不作声 将两人带到客房问明白了情况 面对邢天言的质问 阿威也是不断狡辩 少爷这个女人才来第一天 我的钱就丢了 不是她做的 还会是谁做的 邢天言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 自然知道其中的猫腻 她愤怒地将桌上的花瓶打碎 并说到这个花瓶平时都没事 你一进来花瓶就碎了 那我可以说是你打碎的吗 没有证据 不蒙胡乱怪罪别人 说着她又拿起了手机 拨打起了报警电话 就让警察来调查吧 听到说要报警 阿威这才心虚了 少爷 等等 别报警 我那个钱包里面也没有多少钱 就不要再麻烦警察了 我回去再找找 说不定就找到了呢 眼见事情解决了 可言轻轻地郁了一口气 还好邢天言来解围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而下一刻 可言看到邢天言不停地望着自己 她不会已经认出我了吧 可言只得装成傻子一样 呼呼地笑了笑 邢天言望了眼前这个充满秘密的女人 她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女人会来到自己家装哑冲傻当起了买吗 还故意将自己装扮得又老又丑 有太多疑惑在邢天言心中 但是她还是一言不发转头便离开 可言看着邢天言远去的背影 就这么就走了吗 难道她没有认出我吗 哎呀 没认出来 岂不是更好吗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此时的可言心中无比的失落 自从那天晚上 知道了奶妈便是肖可言 邢天言心中有一万个问号 她便找来了 杨明想问个究竟 你说一个漂亮的女人 为何会伴丑潜伏在自己身边 杨明也是一阵惊讶 如果是刻意伴丑的话 或许是想用另外一种方式吸引你的注意 难道你遇到这种事情了吗 这可是只有在电视剧里才出现的情节呢 邢天言想了又想 以前遇见她的点滴 初次见到她似乎是在甩男朋友 难道是劈腿 而来我家里应聘奶妈 说明是有过孩子的 看来是未婚先育 会不会是和那个富家公子搞到一块病怀孕了 才把男朋友甩了 生下孩子后又被人家给抛弃了 这才到我家里来应聘奶妈 从她在夜总会为了钱而激进了 林娜为她买东西时 全是挑选名堂 所以说明这个女人 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渣女 她那一双天真无邪的大眼睛 谁又会想到拥有这样眼神的女 竟然会是这样一个无药可救的人 杨敏眼看行天言 想出了神 便提醒到你今天很不对劲 你在想什么呢 你问这些问题 难道跟你新婚的老婆有关吗 可是我见过你老婆呢 又骗我 又大方 行天言也知道 问不出一个词 穿上衣服便离开了 夜晚 人家豪宅你 可能是遇到可怜这样 她命虚荣的女 她在做梦时就要命到了自己的女性 小时候女性也是因为天欲虚荣 欲然地离开了自己那个平行的概念 好好后来行后靠着自己 大方被子的女 还创作了现代的形式集团 而当年女性抛弃自己 也成为了行天言一生的阴影 所以到现在她一看到那些 她们虚荣的女人 就显得非常的厌恶 第二天 天刚刚亮 行天言一晚也没有睡好 拖着沉重的步伐 准备去吃早餐 却发现可怜进到了二楼的一个房间 她大声呵斥到谁 让你进这个房间 从未见过行天言发如此大了 可怜被吓得呆呆地站在门 这是吴管家上前解释的 是自己让她来二楼打扫的 但是忘记 提醒她不要随便看门 又是她 为什么 每次踩雷的都会是她 愤怒地瞥了言 可怜并说道 我以后在看见时 进入这间房间 就买盛情这个家里方式 话落 眼睛间言 便转身离开 看着行天人有趣的背影 肖可怜怎是不行 回头疑惑地看着吴管家 吴管家的神情 也随之渐变的阴暗所 我在行家待了三十年 经历无数的下雨 什么样的 我没见过 你最好给我手本分别 别忘想套什么不良 去心灵主人的作用 若背上之头 变凤凰的梦 可以再给你一个评报 要是你还敢读什么微信心 我会有千万种办法 小少爷愿意 可怜这才回想起花花的话 开始的时候自己还不以为 现今才见识到吴管家的吃人不脱骨头 但是可怜怎也想得脱 这只是因为什么得罪了吴管家 他也不会无人无故整理 为什么他会说自己耍伎俩 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虽然被众人孤立的日子很苦 但是能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 就算吃再多的苦又有什么关系呢 转眼间八个月过去了 慢慢看着玉成一点点的成长 可言体验着身为人母的那一份快乐 看到玉成和家人们温馨融洽地相处在一起 而自己就像这个家里真正的奶妈一样 他的心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割扯着一样 不过这些日子对玉成无微不至地照顾 他能感觉到玉成对自己比家人还要亲近一点 可言也没有觉得有一点后悔 只要玉成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自己隐瞒一辈子身份又有何妨呢 很快玉成也快满一周岁了 正好行妇也五十周岁了 而公司也成立十五周年了 三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邢天言便行妇一起商量年会的事情 行妇感慨道 不知不觉公司都运营了十五年了 我也老了 都五十岁了 这几年你把公司打理的也算羽衣丰满了 天言 你辛苦了 邢天言冷冷地回应道 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 况且我也不认为 现在的公司称得上羽衣丰满 就现在公司的经济状况 只要是一出现强有力的竞争者 很快就会把我们给吞并掉 我想要的是把公司建立成未来国内金融企业的巨头 邢富看了看也心勃勃的邢天言 你的心总是那么大 你可知道这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公司能发展成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 现在这样一家三代其乐融融的多好啊 如果能早一点达到现在的情况 我相信你妈 邢富话还没有说完 邢天言便打断了 罢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我有些不舒服 我想去休息一下 年会的事情就定在本周周末吧 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了 邢富看着邢天言远去的背影 哎 这孩子从小就要强 可能是想干出一番事业证明自己 好让当年抛弃他的妈妈后悔吧 看来当年被抛弃的事情 对他的影响还是很大呢 刑事公司15周年庆典上 主持人正式宣布晚宴太史 下面有请邢天言先生 以及他的夫人萧琳娜女士 为场内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邢天言一身黑色的西装 张显着他优雅高贵的气质 而姐姐一身酒红色鱼尾长裙 加上瀑布一般的长发 一批一笑间浸显女人的大方 端庄与温柔 可沿望着坛上的两人 顿时心头一紧 有些酸酸的感觉 长相和气质还有头脑 姐姐都比自己强很多 也更能配得上行天言 这样优秀的男人 看来他们才是天生的一对 虽然这种想法是在认命 但是此时此刻 他的心中也是无比的尘度 怀中的玉成 若是感应到了妈妈的心痛 不知觉的哇哇大哭起来 可沿连忙带着孩子 退出了晚宴 想着玉成一定是饿了 可沿也不知道 酒店哪里有可以喂奶的地 他随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房间 便给玉成喂起了奶 吃饱喝足的玉成也不哭不闹 喂完奶的可沿仔细地 打扔着这个房间 偌大的房间却只有一面玻璃 而正在此时玻璃门 缓缓地升起来 这时一个金发男人 歪着身体依靠在门地 正在学校地望着他 我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个酒店 还有色情体侮 并且还是带着孩子的 可沿看着床上 躺着一个医生不整个女人 这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自己坏了人家的好事 金发男人也没有想起来计较 转身就要离开 可沿想着要上情去解释 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金发男人停住了脚步 嘴角仍旧挂着那妖女般的邪四笑容 小姐 你该不会想向我收费吧 这不会真的以为我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小姐 不管怎么看 我都是在给孩子为你 就在此时 行听人的声音 情态身后传出 发生什么事 男人脸上的邪笑逐渐消失 续而代致的是一脸翁成 此刻站在走人的脸 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金发男人仿佛明白了一气 嘴角的邪笑并恢复到了脸上 先生 你家的永远还睁开不明 说完他头也不会的消想离开 可言感到非常的憋气 他有点想不明白 这个人是故意害自己 还是真的事 实在是讨厌死 可言气鼓鼓地撇了皮嘴巴 小了一眼身平的行天眼 这时的行天眼的眼神 充满了样子 和上次给行脑爷 送了个该送的饭一样的眼神 但是这一次 他什么都没有说 转身便离开了 他该不会真的相信金发男人的怪 没有沟通的机会 机会只会越来越深 可言不争气地多了多久 哎 算了吧 要厌恶就厌恶我吧 反正我们永远也不能在一起 这时酒店的楼顶 金发男在众人的簇拥下 登上了一架直升飞机 而这个男人却正是可言逆袭路上的垫脚石 行家十五周年年会结束了 行了 把玉成交给我吧 萧琳娜接过了玉成 便给了可言一个红包 下人们也每人都拿了一个大红包 都高兴得要命 行家真是出手大方 我才刚来不久就拿到了红包 因为他们可以放假一整天 所以都相约出去逛街 可言紧握了下手中的红包 看到不远处上车的花花 猛地将红包扔进了花花所做的低市内 花花捡起红包一头雾水 从车窗探头出去 可言微笑地向着她摆了摆手 这些钱对自己来说 根本就是没用的 可是对于花花来说 她最起码可以多给家里一些钱了 尽管如此 这些钱也不足以弥补自己对花花的伤害 当众人都离开了 可言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在街边 可言抬头看了看天空 好不容易休息一次 好想带玉成出去玩玩 这时 一张大手突然捂住了她的嘴巴 将她拖拽到了一个无人的死胡同 可言正是行驾的嘉宾阿威 自从上次看到了可言美丽动人的遗憾 她久久不能忘了 并想着多有一天能站立即颖 这次能够她变 悄悄跟了过来 眼见可言一个人落单 装着酒膽变想要一群不跑 可言只能无力地挣扎大声不救者 幸运的是此时正好附近有一个寻谱的警察 听到波救生 就将两人带回了警察局调查警察 到了警察局 阿威还是一点都不老实 她广称可言是她女朋友 和自己家吵架闹情绪 见可言不承认 阿威立马笨入的见此事 妈的 你敢否认 警察见阿威如此嚣张怒吼道 你给我坐下 你以为你在你家呢 信不信马上把你送去留所 阿威这才老实了起来 警察见可言不能说话 也犯起了难 这时警察的一位同事说 有人找她 便转身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片刻后 一张不与立案的和解书放在桌上 你们两千万字就可以离开了 可言看一眼和解书 什么情况 这件事差点构成强奸案了 怎么会简单的不了了之 原来是行天言将两人保释了出来 将两人带回了家 萧琳娜听到可言出了事 开心不已 但是一见到妹妹一点事也没有 简直失望透顶 好像发布的自己的妹妹出事一样 到了此刻阿威还在鬼话连篇 少爷这件事并不是我的错 是这个丫头想要勾引我的 所以我才没有把持住 行天言也是很恼怒 直接了当的说道 你现在给我收拾东西滚蛋 滚出这个家 一旁的萧琳娜很势不及 平日里一向冷静的她 今天为何如此暴躁 难道是跟这个丫头有关吗 随后行天言拿出一张纸 拍了拍桌子 要求可言马上 把今天的事情经过写下来 可言拿起茶几上的笔 简单的写了几个字 你为什么要把阿威救出 行天言清冷的双眸一闪 现在是我在问你问题 可言有一片刻后又在纸上写着 你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行天言看到后 冷漠的情绪瞬间就被点燃了 在酒店里 风雨门还不够 现在连家丁雨都不放的 这是我家 不是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当他那次我的言语落下 可言明示的双眸瞬间动摆 原来他早就认出我了 而且他还清楚的知道 我就是当时的啤酒小子 原来在他的心中 我一直就是一个 让我不要脸的女人 既然如此 他为何当初 好要送我去医院 又有什么理由 面对我展现出那温柔的言语 难道只是对我的怜悯吗 不要 我不要什么怜悯 如果没有这些种族 或许自己根本就不会动血 要是让他知道自己的第一切 是给了他 儿子也是自己跟他生的 他会不会连历成都不认了呢 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我还能承受住这样双倍的痛苦 可言的内心仿佛在流着血 含着伤痛的泪水 奔跑着离开了大厅 可言前脚刚一离开 前天言狠狠地捶了捶茶几 随后又拿出手机 给李警官打了电话 我家有个下人 写款前逃了 就是今天我刚刚保释出来的那个 好的 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不过 天言你对你们家用人可真好啊 你是为了他的名誉 才不有力强奸 而将他保释出来的把 不过我看他走的时候 一脸的闹着 其他来并没有看见你的运行 眼看着梦梦影状行天员 并与他闹翻 要是以前消灵那 早已落后 但这一刻却没有一丝开心 因为他能清楚地感觉到 行天员刚刚对梦梦的愤怒 是出于 男人的情 这个恶毒的姐姐 带着妹妹的孩子嫁入豪门 然而自己朝夕相处的男人 却对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反而对一个哑巴奶妈犯起了恋爱之意 消灵那一个人落寞地回到房间 她在镜子前照了照自己 凭什么呀 这个丫头哪点比我好了 笨相貌和头脑 她都比我差多了 为什么她却能走进天眼的心意 第二天一大早 几个女佣唧唧喳喳地说着昨晚的事情 听说阿威被赶出去了 我昨晚就隐约听到 阿威说是奶妈勾引她的陷害她的 她平时就是色秘秘的 谁勾引她啊 女佣长听到后大吼道 你们在乱说什么呢 其实女佣长和阿威暗地五还有一腿 昨天晚上还向萧琳娜求情 帮忙留下阿威的 但是萧琳娜却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 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 看着正在打扫的火源 女佣长去就不打一处了 你这个狐狸鸡 顺手就想打火源 但是却被萧琳娜制止住了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虽然你是这里的女佣者 但是你没有权力惩罚任何人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赶快去给我报答 众女佣看到平时嚣张防护的女佣者 被骂得不敢怀口 可算是出了一口语气 没想到阿 平日里温文可亲的少奶奶也会发火 随后 萧琳娜叫可言跟她走 有些话要单独给她说 可言用怀疑的眼神看着这个歹毒的姐姐 平日里她看到自己被打 高兴还来不及 今天为什么要帮自己呢 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 我虽然是讨厌你 可你毕竟你是我们萧家的人 我欺负你可以 别人欺负你不行 何况不是一个下人 放心吧 我毕竟还是你的姐姐 对了 昨天晚上阿威真的没有对你做什么吗 可言摇了摇头 昨天的事情她不想再提起了 也不愿再提起了 一切就只当一场问梦好了 萧琳娜安慰的一笑 那就好 那就好 至于天眼把阿威保释出来的事情 她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怕你们的事情传出去 会影响到刑家的声誉吗 不过她已经把阿威赶出去了 你就理解一下天元吧 理解 自己该怎么去理解 如果真的为了维护刑家的容忍 似乎不要说出那样的话 在酒店里 多饮忙还不够 现在连一个家宾里都不放过吗 这里是我家 不是你以前工作的地方 这分明是在挖口和嘲讽我吧 她到底是有多疼便 明明想到这些 可言的心动无比的刺痛 你不用再多想什么 天元那边你放心吧 她以后不会为难你什么 毕竟她是我的丈夫 我们在上带着什么悄悄话 都好说 姐姐的丈夫 她在听到这句话后 可言陷入了名门 看着姐姐那扬眉着幸福的脸庞 她才发现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我的伤心和难过 不过是自己的一生情愿 一味的想要的真理错 到头来只不过是自己喜误罢 换着妹妹怨怨的表情 萧琳娜知道自己成功了 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看完 最后那个不断伤口她的门 到最后彻底的离开她 刑事公司年会举办完了 也开始为玉成举办生日宴会 金丝彩球 笔花彩带飘扬 在大厅内气氛很是欢迎 各界名流也协同金属 参与了这次刑家举办的生日宴 而今天的主角 正是刚满一碎的刑玉成 刑天炎 招呼着众人喝了几杯 便借故离开了酒会会场 直奔着上了二楼的卧房 刚刚坐下刑天炎 就长浴了一口 我果然还是不喜欢 这种乏味的联谊会 这时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门一打开 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正是萧可言 可言面无表情将茶水端倒进了 自始至终可言都没有看过她一眼 见刑天炎喝完茶水 转身便要离开这个房间 正当可言要离去的时候 刑天炎好似突然想起了什么 等等 可言停住脚步 等待着刑天炎的命令 你这段时间在这里工作的还习惯吗 其实刑天炎是想问这段时间过得好吗 可言依旧是面无表情 这一刻才发现自己要是伟装前 也可以做到深藏不虑 哪怕是偶尔的意见 内心是多么的紧张 多么的渴望 我都可以做的 而这一切暗藏在冷漠的表情下 不错 就这样吧 就这样下去 一定会忘记这个能力 这或许也是小可言规划的开始吧 然而下一次 猛的一双大手从背后将他紧紧搂抱住 这 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可言猝不及防 扑通 扑通 心票声 呼吸声 是他的心票 还是他的心票 已经令可言分辨不清 可言连猛想要将刑天炎推 他一定是罪了 一定是罪了才会这样 然而行天炎没有任何放手的意思 猛的将他的身体吊着 他的心仿佛达到了沸腾的顶点 对上他那迷离内惑的双眸 险些沉浸其中 而就在此时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是姐姐的声音 可言努力得想要摆脱天炎的清洗 唤醒着好像遗失了的男人 可外面那么大的敲门声 难道他就没有听见了 然而这一切的一切 却又是姐姐给下了圈套 见到杨敏赶忙 萧琳娜赶忙用手拧了下门 两人便进到了房间内 便看到行天炎 压在可言的身上亲吻着 杨敏反应也是够负 一把将行天炎 从可言身上拉了起来 看到床上的女孩 杨敏非常的惊讶 这才想起行天炎那晚说的话 而被拉到一边的行天炎 看到一旁的萧琳娜 仿佛发现了心大脸 猛的又将萧琳娜紧紧紧抱住 杨敏看到算落在地盖室的杯子 这才明白过来 天炎可能是醉人笑药了 经过这一番折腾 行天炎身体里的药力终于消散了 关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萧琳娜立马将可言拉到了另一个房间 不由分说一个响亮的耳光 打在了可言脸上 你就这么想得到天炎吗 可言手捂着被长刮过的脸颊 她感觉不到痛 此刻 她更多的是委屈 因为她并没有在那杯茶水里 下春药 可以谁又会相信自己呢 眼前的这个姐姐吗 她淡淡的看着姐姐 这种事她就算能说话 怕是也解释不清楚 更何况她还无法说话 萧琳娜双手抱在身前冷冷地质问着她 你不想表达些什么吗 可言淡淡地摇了头 气鼓鼓看着眼前怒气冲冲的姐姐 那好 你不说 我来说 刚开始天炎是因为你的孩子 才选择跟我在一起 但你要知道 追溯到你们能生孩子的 根本还不是我 当初她要见的是我 那个孩子可能就不是你生的了 这些事情可言自然是知道了 但是姐姐为什么能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当初还不是姐姐以为是刑董事长找老婆 又要将我们一岛送给刑董事长的吗 不想刑董事长只是为自己的呃自行贴远 算了 算了 现在都已经这样了 也能生口气以前的 见可言还是莫不作舍 萧琳娜又误存心地说的 我很好心地让我照顾狠子 和你 居然在茶里下落 勾引我的战略 可言紧有了线下头 我摇了摇头 我才没有办这么务图的事情 否认是吧 萧琳娜嘴角割起一抹损气的笑容 就缓地走到了可言面前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天炎 也许是被姐姐看出来内心的想法了吧 可言不由向后退了一步 勉强地摇了摇脑袋 萧琳娜又步步紧逼地说道 你敢拿你儿子下半生发誓吗 这像是抓住了可言的软肋 用儿子发誓 她是不敢 儿子现如今是她的第一位 眼眶含着丝丝的泪水 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 这一刻 她垂下脑袋 再也不敢直视萧琳娜 如果一开始是姐姐的错 那么现今自己喜欢上姐姐的账目 就是自己千不该 万不该 很好 你承认就好 萧琳娜抢笑地点了点脑袋 猛地伸出手 掐住了可言的喉咙 将她死死地抢脚 爸爸叫我们相亲相爱 我承认伤害过你 可是 自从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我还有伤害过你吗 你这么做对得起去世的爸爸吗 可言连反驳的力气都没了 对 是她对不起死去的爸爸 可言无力地伸出手 拉起了萧琳娜的手 她这个举动 萧琳娜这才放开卡住 可言脖子的手 可言翻了下萧琳娜的手 在她手心轻轻地写了几个字 对不起 从这一刻起 我以我儿子的幸福方式 我不会再对姐夫有任何想法了 扭上了她的手 含着泪水离开了这间房间 脸看着可言与一片房间 萧琳娜得意地握了握拳 离成功又进了一步 好 这样的步 不会有谁再去追逐我冲 究竟是谁下了 第二天一大走 暖阳洒在邢天妍的脸上 她微微皱了下眉头 带着一丝疲惫 征服了顺眼 只见萧琳娜坐在床边 微笑地望着自己 邢天妍猛地坐起身 摸了下自己沉重的额头 想到了昨天发生的事情 喝了那杯茶 还和可言说了一些什么话 可后来怎么会发生那种事情 邢天妍突然想起 昨天喝了那一杯茶 才做出如此放荡的行为 难道是有人在茶里下了春药吗 邢天妍想得正入神 萧琳娜关切问道 邢天妍你没事吧 昨天下午开始就一直昏睡到现在 我担心死了 邢天妍环复了下四周 是你照顾了我一晚上吗 你回去休息吧 这一夜 谢谢你了 在萧琳娜里之后 邢天妍一个人睡在窗上 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切都是她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罢了 都不重要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还要去做 当天中午 一份行事企业子宾斯计划师 放在父亲和萧琳娜面前 子宾斯的发展方向 是我计划的成就 现在我就去配张我的机房 小萧琳娜 在你身边兴趣你照顾你 我也放心 说我行天也要便接着行为 人生便宜 探索我自己 和你 行妇的媒体 揍了揍 但这个好似 女心还是挺的 在这里 还是不得到目的 就很难操 只是 萧琳娜 十分是有心 萧琳娜 她们想跟她们 这才能够过 她们真的处理 在她之上 已经想到 变成了其心的 这个 她的心 对我 变成了其心 萧琳娜 你等等 我有话要问你 你真的要离开吗 要去多久呢 行天莲回过头语气 没有一丝温柔的说道 立即三年吧 三年 如果三年 你还没有完成 你的计划 那怎么办呢 我可以去找你呢 思索了片刻 她冷冷地望着萧琳娜 三年不行 那就继续向后言 听到这些话 萧琳娜 彻底纷纷地插过道 行天莲没有没有想到 我是你的妻子 从结婚到现在 你就没有正眼看得而言 我以为 我们只要跟你东西联系 早晚你会对我产生感情 可是没想到 你竟然离开 留下我和刚买一次的 对不起 你竟然离开 我无情地插大了萧琳娜的心头 萧琳娜的眼神的问题 结婚半年 你才对我真的连感情都没有 行星年 头下头 我出了体质的感情 或许这话我不该说 是我不能再对你继续下去 这场困难 本人都是一个错误的途律 我走之前 如果能遇到自己喜欢的 你就去追求吧 造识好想我会 我可以连胜给你了 说完头 这行李便你 看着行天莲无趣的声音 萧琳娜的心中有太多委屈 以及不甘 无所谓了 无所谓了 行天莲你走吧 你走吧 虽然无法得到你 但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可以享受无尽的人化破坏 不知不觉 行天莲已经离开半年了 玉成也一岁半了 房间内玉成玩弄着 自己不计其数的玩具 可对于孩子来说 无限满足宠命孩子的玩耍欲望 只会让孩子长大了 没有主心骨 也没有担当能力 萧可言自然是清楚这一点的 她便来到萧琳娜的房间 将纸条递交到萧琳娜手上 不要太过满足玉成 这对她的成长很不利 用你来告诉我的这些 你要知道玉成是我的儿子 我这是疼她 说完便把纸条揉成一团 丢进了垃圾桶里 可言焦急的皱了皱眉 她知道姐姐的脾气 什么话也没有说 转身便离开了 看到萧可言到现在 还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一副我行我素的作品 萧琳娜暗自理想 玉成也到了断奶的年纪了 你这个奶妈 也到了该下岗的时候了 第二天一大早 玉成一个人居然在角落 烦起了火 一旁正在打扫房间的萧可言 看到玉成在玩火 也是吃了一剂 连忙跑过去抱起玉成 用脚迅速地采吸了火苗 已经被宠溺坏了的玉成 见到火苗被采吸了 用小拳头拍打着可言 奶妈坏坏 奶妈坏坏 此刻的萧可言看到 玉成做错了事 不但不承认错误 还变得加厉力哭闹 看来是得打一下 也是解释 不然全让姐姐和老爷 给宠溺坏了 惩罚完了玉成 萧可言看着腿下 还没有燃烂的灰烬 居然是行家佛堂的东西 玉成不可能自己去到那个地方 难道是有人建议给她玩 这个人做是谁 书房面萧莉娜刚想和醒老爷 说要把奶妈拒掉的事情 玉成便忽悦着跑进了书房 竟然就跑到醒老爷的风险 爷爷 奶妈坏 奶妈坏 打我 醒老爷听后很是笨人 自己的宝贝孙子 从未定是眼睛除妞 那个奶妈坏打 醒老爷很狠地开了一下桌 这个奶妈之前 犯了错我都原谅她 现在居然长胡了 一旁的萧琳娜 更是偏油加醋地说道 爸爸你消消气 不过这个奶妈确实是有问题 我给玉成买的玩具 经常不见了 听说都是被她偷了 什么 醒老爷听了轻轻爆起 这个奶妈是不是疯了 还是我们对她太好了 居然让她如此肃于忌惮 萧琳娜回忍道 逾成现在也不用再和谋戎了 我看不如就将她辞掉吧 醒老爷也是欣然的同意 你去把她开除了吧 顺便把那些玩具搜出来 来个人脏病库 听到这个话 萧琳娜眼神显得格外的淤淋 这次以后 这个家中再也看不到萧可怜 自己的那些秘密 也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萧琳娜便带着几个庸人 将萧可怜赶出了家门 这个时候萧可怜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赶我走 当萧琳娜押出一堆玩具 在可怜跟前 这些玩具都是在你房间搜出来 如果我没猜错 这都是你抠的本子 看着这些玩具 可怜身体下意识地 消息不远 大脑定时陷入了诊息症 原来从最初的开始 姐姐密服 并不是要宠坏义成 而是靠我对义成管教 像醒老爷们明镜言训地等走 她猜到 我会收走义成的义成 她会乘走义成乱口 猜到我会一步步落入她的天堂 她做一切都只是为了经历能绑走 看着姐姐增弃天文字 可怜身层去 抓住姐姐的手 姐姐毫不留脸 用一斤她的手 你也不想想你 这些什么地位 其后义成跟女女会赤皮 反倒是跟着我 义成会有小的性的人魂货币 随后又必捣撒可怜中机器 这是去日本的机器 在那边我已经 能不能够好 你只需要找个工作就好了 可怜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机器 去日本人 去哪里独一所恶 我萧可颜今天在这里发誓 早晚有一天 我将正道光明地来建议着 然后亲手把她夺回来 女主萧可颜意外邂逅了行家少女 并怀了行家的骨肉 她本可以嫁入寒门成为行家少奶 却被自己恶毒的姐姐所霸凌 她引下毒药将自己毒咬 只为陪在孩子身边 到最后还是被姐姐驱赶到了国外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萧可颜在国外做着理货人的工具 生活过得还算安眠 晚上她像往城一样下班行走在路上 突然的脚步声和追赶声 惊了可颜一跳 这是一个身影 突然闯了上了 随后用目一转 便将瘦弱的可颜突拽到阴暗的角落 狭隘的角落 只能容下两个人面对面而战 外面的人眼见跟踪丢了目标 便转身于看 男子这才探头来观望 见人已经足远 男子邪魅了一笑 你知不知道 刚刚那些人是在追杀你了 可颜眼睛瞪着大大的 追杀我的吗 不大可能吧 虽然有点不大相信 可颜还是聚了一躬 便想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男子望着眼前的女孩 有点疑惑 难道不会说话吗 真是太没礼貌了 当她看到女孩包里的素食面时 男子便跟了上去 我没猜错的话 你是一个人住的吧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刚刚的人为什么要来追杀你了 可颜回过头将信将疑 今天莫名其妙遇到这种事情 现在此处也不安全 萧可颜便将男子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回到家中 萧可颜始终觉得今天晚上不对劲 怎么就随随便便的 把这个男人带回家了 算了 还是把事情问清楚吧 不过 下一刻 原本站在他身边的男主 就不见了踪迹 四处寻找 只听浴室传来了阵阵流水声 这什么人啊 居然擅自在我家里洗澡 片刻后 卫生间的门打开了 可颜简直呆住了 男子仅用浴巾遮掩住了要害部位 腹部上的六块腹肌显露无疑 金黄色的头发 如同秋天的麦露 玫瑰一般娇艳的两颊光彩照人 显得格外的妖艺 望着眼前的男主 可颜兮许失了神 这个妖艳的男人 哪些似从相识呢 刚想写下纸条 问今天遇到的事情 那男人学校的开了口 你家的浴池真是小呢 我今天也困了 说完便朝着卧室走了进去 可颜简直要发疯了 这到底是谁家啊 还有他是干什么来的呢 一点解释也没有呢 来不及多想了 可颜快步冲入了卧室 这时那妖孽般的男子 已经躺入被子里 再度实话 愤怒地瞪着他 这个妖孽男太可恶了 他怎么对自己家轻车熟路的 第二天一大早 金发妖孽男刚刚洗 可颜就将一张纸条趴在他的脸上 妖孽男看着纸条上面的字 自然知道这个小妞不是那么好欺骗你 便邪魅地说道 好吧 我承认 昨晚那些人是来追杀我的 可下一次他们追杀的就是你 毕竟是你帮了我 那些人并会认为你是我的同伙 不过你放心我只留一周 一周之后 我会给你一大笔报酬 可颜不想惹过上身 断然地拒绝了 见到可颜拒绝了 妖孽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穿着昨天 卖身一出门 就会被抓住 到时候还会连累你 可颜听到这些 显然是被这个无赖的妖孽男打败了 便出门帮他买了身衣服 在买衣服的途中 昨晚的飞衣人仍然在搜查着 家中妖孽男的经济 萧可颜为了不想再惹事端 也不得不继续为妖孽男隐瞒下去 回到家中 妖孽男穿好了衣服 可颜便要求他马上离开 妖孽男不急不慢地说道 你收留我七天 我会满足你一个愿望 便坐在椅子上面把玩着电脑 看着电脑里全是一个男孩的照片 你一定很喜欢这个男孩吧 萧可颜一惊 瞳孔分大 手紧握了下 他想怎么样 萧可颜望着眼前的神秘金发男子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 才会引得那么多人的追杀 面对这样的困境 他不但没有一点慌乱 反而显得那么的从容 这个看似花花公子四妖灭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个男人绝非持终之物 一想到自己当初被赶出行驾 立下地夺回玉成的誓言 可眼下却只能每天坐着 超市里过源的工作 没有机遇和地位 什么时候才能堂堂正正 让玉成回到自己的身边 而现在眼前的男人 或许就能帮助我得到想要的 萧可颜也不想再犹豫了 坚定地伸出拳头 金发男望着眼前的女人 想到自己说过 只要留自己七天 便会尽力帮她实现一个愿望 也爽快地出拳 叛全的瞬间 可颜也不知道自己决定是否正确 但是如果嫁不拼一拼 或许自己只能在这个异国他乡孤老终生 也再见不到自己疼爱的儿子 接下来的几日 可颜确实完全有点后悔了 这个妖妞一般的男子 每天像一个土皇帝一样 或者一来伸手 算来张好的生活 但是刚平静每一日 屋门外便传来她男生 金发男子也赶紧躲过屋内 她迷进来的苏条人 见到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再见 还不会说话 也没有过多的调查 对于金发男见索查的人走后 便走了出来 本以为躲过一遍 但是看到桌上的碗 金发男还是有一种不好的意图 很费力与生 肖可颜一个人坐在电脑中 看着肖颜奶传过来的视频和照片 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寄托了吧 这时金发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走到可颜的身后 又在看这个男孩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被这样一说 肖可颜惊了一票 金发男更加的肆无忌惮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不过那可就更不对了 我记得你不是这一家的奶妈了 肖可颜疑惑的回过头 望着眼前的金发男子 你怎么知道我是玉成的奶妈 下一刻可颜才惊醒过来 原来这个金发男子 正是行家分析年会上 以为自己是提供色情服务的金发男子 金发男嫌恋一笑 还真是让人伤心 到现在才认出来 随即拿出一把手机 把金发男生命的东西 感染了 肖可颜惊惊 躺在椅子上 一动也不敢动 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 我和他好像引入仇恋了 下一刻金发男 便将可颜拉到了窗户口 观察着外的情况 随后冲了无数的子弹 原来金发男的元老掉潮的时候 正见桌上了双人的网络 我们就已经暴露了 肖可颜心中一惊 这些杀手早进来不再留下了 如果不是刚刚金发男把灯打现 最终早就成为了杀手们的惊吓鬼 不过下一刻 房间的大门便被人劈开 肖可颜躲在沙发后面瑟瑟发抖 当初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脑子一热 要去帮助这个陌生的男人 看着门口占我的梦里忙忙 可颜这一刻后悔也晚了 肖可颜望着身后的黑衣人 深深地陷入绝望当中 金发男闻思不动地保持着一抹邪笑 这时黑衣人来到他们面前 微微弯下了身 抱歉 主人 我们来迟了 肖可颜一惊 主人吗 他好奇地望着金发男 一股强大的自信 从金发男身上散发出来 你们来得刚刚好 一个看起来很年轻 阳光的少年说道 我们当然来得正好了 一来就看到你在泡妞 他来根本就不需要我们吗 对这个男孩这样一说 可颜红了红脸 身子也下意识地磨动了下 肩发男斜笑着玩味地哼了一声 林霄 你是全看到了是吧 对这么一问 黑衣人都向后退了几步 林霄一见这个场面 自己完全是孤立无援啊 赶忙憨憨地笑了笑 我什么都没看到 也什么都不知道 老大我们还是走吧 老大 难道他是黑社会吗 可眼眼看着金发男就快要离开 他就这样走了吗 那我们之前的成目 他难道忘记了吗 透过窗户看到楼下 黑压压一群人 等在一辆豪车的车边 这些人都是他的手下吧 能有这么多的手下 恐怕是比黑社会还要复杂可怕 再接近这样的人 和断送自己的未来 没有什么差别 不过 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最后的机会 就再也见不到玉城 一想到玉城 不管前面的路有多难走 就算是刀山火虎 自己也要去闯一闯 可眼也不再犹豫 金发男是他最后的希望 他连忙开门追了出去 眼见过道 上空于玉人 可眼的眼中满是失望 已经走了吗 在找我吗 金发男身子 依靠着墙壁学校的望着他 随后就把一本护照 轻轻地拍在可眼的头上 不用收拾行李了 带好护照跟我走 其他的都给你安排好了 可眼拿着护照 他是什么时候拿到这个的 莫非他早就知道 我会跟他走吗 望着金发男的背影 可眼越来越生气 眼前的这个门 有着深不见底的实力 只要我跟着他 他一定能帮我 夺回我想要的东西 玉城你等等妈妈 妈妈一定会正大光明地将你 从姐姐的身边夺回来 而行家的另一边 姐姐萧琳娜接到了店舖 少奶奶 你叫我在日本监视的那个女人 不见了 我去她家的时候 那里全是警察 据说还发生了枪战 房间的主人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听到发生了枪战 萧琳娜一惊 这个死丫头买了那么大的本事 你在那边继续查 有消息就告诉我 这时行妇来到萧琳娜的身份 琳娜 和谁打电话呢 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天妍这几天要回来了 几天后 行天妍便回到了家中 萧妇拍了拍天妍的肩膀 出去一趟 天妍是愈发的成熟与稳重了 快见见你的儿子吧 这时奶妈将玉城带了出来 可是 亲眼看到自己的爸爸 玉城却呆呆站在原地 望了望眼前的男人 看到正是指出现在视频里面的爸爸 他马上反应过来 爸爸 爸爸 天妍赶紧抱起了玉城 几年不见 长高了 也重了不少呢 一番拥抱后 天妍便将玉城缓缓地交到奶妈手中 看了看眼前的奶妈 天妍疑惑地问道 之前叫小妍的那个奶妈呢 被我开除了 行妇回答道 哦 为什么 话还没有说完 行天妍咽了口气 开除了也好 这个陌生的女人 也该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女主萧可言意外怀上了 刑事公司少爷的孩子 不想去遭到恶毒姐姐的霸凌 不仅将女主的孩子抢走 还不择手段嫁入行家做起了少奶奶 姐姐虽然得到了想要的荣华富贵 但是自己嫁过来 这么多年 行家少爷行天妍 廉正妍也未曾看过她 天妍刚刚才回到家中 刚刚见完自己的儿子和父亲 为了公司的事情 便又要离开了 行妇阻止道 你不想见见琳娜吗 她知道你要回来 一大早便出门买东西迎接你了 天妍也不知道要和琳娜说什么 她不在 倒也省得尴尬了 便对行妇说了一声 她我就不见了 说完便又离开了 买了很多新衣服的萧莉娜回到家中 本想着要打扮得 漂漂亮亮见天妍的 不想在女庸长那里得知 天妍回来见了老爷和小少爷 便又急匆匆地离开家了 萧莉娜愿恨得心悠然而生 为什么 你就这样讨厌我吗 回家了连见都不想见我吗 女庸长还说道 行少爷还问起了小妍奶妈的事情 萧莉娜听了后气地咬牙切齿 脸上更加多了几分阴沉 这么多年了 天妍女的对面我们夫妻情分 这所有 居然还对那个死妍托恋念的 萧可元 你这个贱人 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内妇 内妇也听了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 国外的怨恋 萧可元重重打了一个喷嚏 怎么会是 难道是这个地方太晚了吗 自从古人跟着金发囊里 可元念过上了豪门贵族的身份 住着富裕堂等的军具 用着无数名字化装品 穿着国际大牌的服势 玩家更是给了一张一圣线的衣服 让萧可元的脸色变得愈加盲人 搞不懂金发男子到底在干什么 这几天人也不见得踪迹 是要包养自己吗 自己跟他过来 并不是为了享受这些荣华富贵的呀 没过几天 金发男便带着一个女保镖来 看到了站不远处的可元 嘴角不禁一抹学似的笑容 在这里住几天还习惯呢 这时金发男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看了看来并显示 他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其身看向了身后的美女保镖 帮我照顾夏元人 我去接个电话 带金发男走 可元招付美女保镖做啥 不想美女保镖 却是听你一下 多谢萧小姐的美意 我以你的身份不同 还是请你做吧 好像你这样的美女 我也见惯了 也在世界各度都有你这样的美女 有的我甚至连语名字都记不住 我只能说 下次再来的时候 我还能看到萧小姐 萧可元算是听明白 原来自己是被包养人 安道尔 国际金融集团 叶带着一脸猛逼的萧可元 这里是欧洲最大的金融公司 他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难道他是这里的员工呢 不多时 叶便带着萧可元来到了保卫科 什么呀 原来他就是一个保安 也对啊 他这么有钱 怎么会是保安呢 随后叶一脚 踢开了保卫科的大门 只见保卫科里面坐着两个少年 其中一个正是那挽救他的林霄 老大你带这个女人来这里干什么呢 哦他非要跟着 咱们一起杀人 林霄你去找个人给他杀杀 说着林霄便绑来一个男子 并逼了一把刀给萧可元 萧可元接过道 看着眼前的男子 即将被杀 却是毫无恐惧感 不发抖也不求饶 这个群言 也未免太差劲了 即便是我出手 他们也会阻止的 便毫不犹豫 一刀插了下去 林霄也是远急手快 一把抓住萧可元的手 呵呵 有意思 看来你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蠢 林霄赶紧叫风尘女生来吧 给这个傻丫头看看喉咙 晚上风尘女生 给萧可元看过喉咙后 便给月报告她 她的喉咙是被人毒眼 是有机会治療火的 夜便问道 她最快跌走人说话 风尘回答道 大概需要三个月 但是我们真的要去治好她了 这个女人来陆凤零 虽然她在日本救过你 但是不见得她没有其他女人 况且一个干净的女人 怎么会无端端的被人毒眼 她也没有过多的缘故 风尘 我要你治好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她说话了 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了 萧可元出神的在电脑边 守着姐姐的游戏 当初自己的姐姐赶到国外 姐姐便答应每个月 把玉成的照片发给她 而现在邮件里 却是空空的 突然夜出现在萧可元的身后 扶下身子在可言耳边 小声说的在等邮件啊 可言被吓得不轻 叶 你能不能不要神出鬼没的 呦呦呦 这三个月刚过 你能说话了 第一件事就是凶我骂我吗 真是让人伤心了 算了这个文件带给你的 你看看吧 看完就赶紧出来 我们有正事要罢了 我带你去公司 可言充满一货的拆开文件带 是什么呀 打开文件带的瞬间 可言欢喜的盼盼了胸眼 原来文件带 全是一成近日的照片 可言居然猜到我最想要的是什么 不过 事情有没有打完这些照片了吗 文件道理 还有夜楼的四条 既然已经派出第一步 就不用回忆过自己 看着文言帖 可言下定了决心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 就做好了破釜沉舟的打算 照片始终都只是死 无法代替我生生的异程 与其现在回忆里 无法自立 不如一股作气 行动性 相信终会有一篇 可以亲自拥抱到真正异程 可言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个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居然是欧洲最大金融集团的董事长 当他踏入董事长办公室的时候 他才真的相信 怪不得他这么有钱 手下还这么多 刚走进董事长办公室 秘书间保镖安娜便说道 夜 你终于来了 他们在等你呢 进门一看 萧可言被吓了不清 一个青年被灵霄打得鼻精脸肿 不断地求饶 原谅我吧 我下次不敢了 原来这个人居然是夜请来的律师 他却将本公司的机密 透露给了敌对的公司 林霄发现了 所以才有刚刚的一幕 只见这个青年律师 跪在地上 瑟瑟发抖 祈求着夜的原谅 夜毫不留情 你难道不知道背叛我的下场吗 林霄把他按规矩处置了 处置了这个律师 正当夜为律师的事情发愁的时候 萧可言战了出来 我是正法大学毕业的 辅修的金融学 已经拿到了律师执照 如果这个案子找不到人接手的话 可不可以交给我 夜听了很是意外 便吩咐秘书将案子的资料 全部交给萧可言 当然 因此我是拒绝的 夜 你就这么相信这个女人吗 很少主动 这次能自告赋你 一定是有实际的把握 她的来路证明 你能确保她不会背叛我们吗 没关系 你把对方公司 以及法人的信用 全部引去再交给她 交代完一期 但 我在老板眼上 正把大学的高材生 居然跑到行家去当女人 她身上 到底还有多少人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开平当天 当夜带着萧可言 一场 提供记者 变为上了 安道尔集团 这次涉嫌贿赂 谋求此次竞标的成功 是真的吗 贺连夜先生 开平前你的辩护律师换人了 怎么突然换人了 贺连夜先生 你能回答下吗 萧可言 换上一身职业妆 头发高高的挽起 更显他那清扬了 脱俗的气质 周围的记者很适宜 安道尔集团新换的律师忙 这谁啊 好像在律师界 根本没有见过他 所有人 都在表示怀疑 在夜带着可言 走进了法院 夜便问道 怎么样你今天的案子 有把握吗 萧可言回答道 是有点棘手 对方的证据 很充足 但是我觉得总有办法 可以做的 哦 能化解吗 那你就一点 都不好奇 言告是谁吗 萧可言 有一个说的 你共一百言告的资料 允许 不希望我知道 就算我负旗 都有什么用 最后 很好 其实我是特意扔到现在 打算给你一个惊喜 当一打开 百言审判室的大门 萧可言 在下巴的快点 坐在原告席上面 虽然是刑事公司的行天罗 女主在一次意外中 邂逅了豪门少爷 并怀上了她的孩子 她姐姐却用恶毒的计谋 不仅将她毒眼 还夺走原本属于智利一切 包括她最新心恋的孩子 一个人悲惨地流落在国外 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 另外一个女人 男人不仅治好了她的喉咙 还聘请女主 当上了她的律师 冰霄雪荣 还没震碼 来看女主如何立风翻盘 两人顺应相对的那一处 行天言也是吃了一惊 对于眼前这个 总是出现的眼前的女孩 她最始至终于看不透 相对行天言 萧可言则是要淡定许臂 只是用坚定的眼神 望着眼前的男人 法官用法锤 重重地敲击地桌面 现在开庭 请变方律师发言 原本吵闹的法庭 要气无人说 变方律师将安道尔集团负责 贵入司法公司金的视频 并且让司法公司金 用面执政 与安道尔集团有私下交易 变方律师 飘飘不绝的事很多 可言则如的对对方的信誓 接着微微快等 欲变打击 可视的对方律师的存在 因此对方律师的目准 这是对方律师的门迷茫 一直以为 变方律师的领导 原本尊敬变色 要从来对方律师的领导 今世上也不适合 不过对方律师的领导 不过对方律师的领导 信封门师帅子 人账 准备 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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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方也是此次竞标人之一 我怀疑原告方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 反对对方律师提出的指示假设 完全没有根据 有关视频的来源及原因 我想请我的证人出评 刑事集团海外公司的经营杜齐先生 对于这次竞标 反而有一次也十足的打 但是我怕爱道尔集团 看着你这次竞标 结果正好在咖啡厅之道 一番的女性选不新把音符的词 和人生提升 女性选不正式 人名相写 人口心 这就会有茶 一茶 法官大人的女性 是法文的女性最后 算是女性选不正式 女性选不正式 女性选不正式 最后面表现 我有点交易 对供 Female 那他的解� sel 少女性选不正式 你叫送鞋 儿子 小姐 我会跟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欠了很多外债 并且有赌博的习惯 在赌场认识的安道尔集团附近 找他借了很多钱 谁知被刑事的人录下来了 然后 他们就用此威胁说我受贿 还说 如果我指控安道尔的人行贿的话 就给我50万美金 台下一论声四起 真像在这一刻大白了似的 法官将法锤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请静于静 静于静 现在我宣判安道尔集团受贿罪名不成立 由于本案的证人证词前后不一 可发回重审 退庭 可言的嘴角勾起一抹胜利的笑容 赢了 出了法庭 可言的心跳加速 险些软倒在地上 幸好叶集是一把扶住了他 干得很好呢 出庭讲究的其实就是气势 你在法庭这幅盛气凌人的气势 还真让人刮目相看呢 可言嘘了一口气 其实刚刚还是挺显的 要是证人不愿意修改证词 叶自信地说的 他一定会修改证词的 因为他实时务 与刑事合作 他将会定论为受贿罪 处罚 不止失掉工作 还有可能会坐牢 然而与安道尔集团合作 他顶多就判过污蔑罪 所以就算是傻子也会 选择和安道尔集团合作 官司的胜利保住了安道尔集团的名誉 一并得到利益的 还有萧可言 官司给他带来不只是名气 更多的则是地位 可言和夜边走边聊着 突然迎面过来的人 止住了他们的对话 来人正是行天员 两方人各行其道 擦肩而过的时候 行天员一句话宛若一把利刃 深深插入了可言心中 怎么 又找到了新的精准呢 可言自然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脑海中不经回想起过去的一切 难道他真的以为我是个贪图前者 为了前者 不停地寻找精准 专门去发解我前人的脑 可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先生你是在给我说话吗 我想你是认错人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我毕业就在安道尔集团工作 旁边的叶先生 可是我的伯乐 这是我的名片经营收 还有就是你刚刚的出言而序 我可以随时控告你如伍开人 希望你以后可以追你的人死 或许什么人都可以任你侮辱 说完图也不回地往前面走去 看着可远远去的背影 明明是同一个人 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 或许真的不是一个人吧 行天员用力地将名片揉成了一团 扔在了地上 转身也离开了 可言坐上回公司的车 呆呆地望着窗外 有一丝丝伤感 叶斜斜地笑了起来 怎么不忍心伤害你的老雇主了吗 可言收起伏应有的情绪 绝了绝嘴冷冷地说道 现在 你才是我的雇主 不是吗 你知道就好了 我的世界可不允许任何人的对待 可言自然明白叶化中的意思 这个不折不扣地问我 你就让他渐渐适应了 在这相处的时间里 可言已发现自己不断在成长 再也不畏首未尊 整理先两年过去 可言在律师界的名气越来越大 很快变成为不败神话人物一般的王谈律师 这样越难 可言越加的相信 他与自己的目标不远 也许下次回国时 就是 他开始讨要律成的画面了 两年来 随着一场又一场官司的胜利 可言在律师界的名气和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名利双收的同时 危险也敲之而来 这天可言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身后便有几个陌生人 鬼鬼祟祟跟踪着他 可言很快也发现了跟踪的人 便加快了脚步 这是什么情况 有种不好的预感 做律师久了 难免会结下酒家 难道是有人伺机报复 就在此时一双大手 紧紧拉上 可言便跑开了 可言一脸的惊恶 拉着他的手的是一个男人 男人跑在前头 只有一个背影给他 他根本就无法辨别男人是谁 你这是要把我拽到哪里去 很快这个男人便带着可言 摆脱了后面跟踪的人 可言累得浮在墙上气喘吁吁 看着男人的背影 似乎有些熟悉 见男人并没有恶意 肖可言轻冷道 虽然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原因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刚才 帮我甩掉那些人 男人没有说话 也没有立马转身 既然你不愿意说话 也不愿意转身 我想你应该是不会接受我的道谢 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再见 男人转过了身子 自嘲地笑一笑 正是邢天人 再一次看到邢天人 虽然已经十分两年了 萧土人还是有些惊艳 当然他很快就有存起自己的情绪 脸上挂着笑容 但并且大方地说吧 邢总裁 正我巧 邢天人一直看着萧土人 这样萧土人有些不自负 但是他的脸上 还是挂着淡定的笑容 邢总裁 我脸上有东西吗 为什么如此看着人 萧小姐记性真是不错了 我一直在沉思着 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面了 是在五年前还是在四年前 原来我们是在两年前见过面了 行片言话中藏话 萧可言自然听了明白 当然 两年前的那一场关系 可是 我人生中第一场关系 如果没有那场关系 我想我有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成就 看来 真是我想多了 萧小姐并不是我的一个故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儿子 对了 我有一个儿子 他叫刑玉成 我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 在说到玉成的时候 萧可言眼中闪着一丝情绪 这自然是被行片言看到的 为什么你会说我嫌疑的一位故人呢 可言不一刹开地点 他的心里也非常的美丽 他担心自己无法在儿子的问题上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听到可言这样说 秦天人的眼神 并没有恋恋 或许是一种错觉的 因为我都没有认清我的故人 认清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 可言还是一眼的淡定 刑总裁说的有些深奥 我有点不太懂 就在此时贺连夜 不知什么时候赶了过来 故意轻松细细 言言宝贝 原来你在这里 害我找得很辛苦 用牵起可言的手 刑总裁别来无恙了 天色也晚了 我和言言宝贝要回家了 刑总裁 下次见了 看着贺连夜带走了可言 刑天言默默地收回了 自己已经伸出半分毫的手 贺连夜去拉销可言的同时 他本朦也伸出了手 只是漫了以后 贺连夜离去的同时 还定义抬起的 言言虽然她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可不喜欢你 可真有人秀 我会吃醋的呢 贺连夜的话在行天言的耳边 不断地重复着 这一刻行天言心中 悠然突生一种莫名的失落感 两年来 随着一场又一场官司的胜利 可言在律师界的名气 和地位越来越高 但是名利双收的同时 危险也敲枝而来 这天可言一个人走在大街上 身后便有几个陌生人 鬼鬼祟祟跟踪着她 可言很快也发现了跟踪的人 便加快了脚步 这是什么情况 有种不好的预感 做律师久了 难免会截下酒家 难道是有人四季报复 就在此时一双大手 紧紧拉上 可言便跑开了 可言一脸的惊恶 拉着她的手的是一个男人 男人跑在前头 只有一个背影给她 她根本就无法辨别 男人是谁 你这是要把我拽到哪里去 很快这个男人便带着可言 摆脱了后面跟踪的人 可言累得浮在墙上气喘吁吁 看着男人的背影 似乎有些熟悉 见男人并没有恶意 萧可言轻冷道 虽然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原因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刚才 帮我甩掉那些人 男人没有说话 也没有立马转身 既然你不愿意说话 也不愿意转身 我想你应该是不会接受我的道谢 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 再见 男人转过了身子 自愁地笑一笑 正是萧可言 再一次看到萧可言 虽然已经十分两年了 萧可言还是有些惊艳 当然她很快就有曾经过几个情绪 脸上挂着笑容 但并且大方地说 萧总裁 这么巧 萧可言一直看着萧可言 这样萧可言有些不自责 但是她的脸上 还是挂着淡定的笑容 萧总裁 我脸上有东西吗 为什么如此看着我 萧小姐记性真是不错 我一直在沉思着 我们之前在哪里见过面了 是在五年前还是在四年前 原来我们是在两年前见过面了 情片言话中藏话 萧可言自然听了明白 当然两年前的那一场关系 可是我人生中第一场关系 如果没有那场关系 我想我有可能就没有精品的成就 看来真是我想多了 萧小姐并不是我的一个故人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儿子 对了 我有一个儿子 他叫行玉成 我有大半年没有见到他 在说到玉成的时候 萧可言眼中闪过一丝情色 这自然是被刑天言看到的 为什么你会说我想你愈悦故人 可言不愈差 他的心理也非常的美丽 当心自己而考察而自的问题上 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可言这样说 刑天言的眼神 又没有人面前 或许是一种错觉的 因为我都没有认清我的故人 认清哪一个 才是真正的 可言还是一眼的半点 刑总裁说的有些深奥 我有点不太懂了 就在此时赫连夜 复之什么时候赶了过 故意轻松细细 言言宝贝 原来你在这里 让我找得很辛苦 用先起可言的手 刑总裁别来无恙了 天色也晚了 我和言言宝贝要回家了 刑总裁 下次见了 看着赫连夜带走了可言 刑天言默默地收回 自己已经伸出半分好的手 赫连夜去挖萧可言的同时 他总盲地也伸出了手 只是梦了以后 赫连夜与他的同时 还定义倒去的 言言虽然他是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竞争对手 但是我可不喜欢你 可非有言训 我会吃醋的呢 赫连夜的话在刑天言的耳边 不断地重复着 这一刻刑天言心中 悠然突生一种 莫名的失落感 赫连夜带着萧可言回到家中 可言刚想解释 刑天言的事情 夜便给他倒了一杯果汁 可言也在今晚受到了惊险 连忙喝了下去 夜见可言喝了果汁 便笑嘻嘻 还有些许暧昧地说道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你就不怕 我在果汁里放点东西吗 听到夜这样说 萧可言就想到了五年前 自己被亲姐姐陷害 用一杯带有春药的果汁 改变了她的一生 难道我又会变成之前那样吗 一想到这里 手中的杯子 不由地摔碎在地下 不知萧可言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赫连夜一时间也是手机一挫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金发女子不顾安娜的劝阻闯了进来 看到如此亲密的两人拥抱在一起 金发女子问狠狠地看着两人 女人像是来抓奸似的 可言联盟摆字一摆推 联盟解释道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我和赫连先生只是上司与下属的关系 金发女子有些质疑问道 是吗 可言刚开口回答 当然 就被赫连夜打断道 亲亲 当然不是 事情就是你想的那样 也是你看待的那样 老得苦言一阵无语 不过亲亲这个承认 难道这个女人也是那个货婚之一吗 尽管母苦还是一言不生气 小帮女 你不会随便找个女人来 疑伤我吧 听到小帮女三个字 赫连夜就提提帮你 此刻 除了他那两个人 还有我母亲 夜连夜将近带女子 惊强 不是说 不要在外人目前这么叫道 女人直接反思回去 那不是你认定的女人 怎么又是外人 难道你又是在骗我 小猫咪叫的是赫连夜明 赫连夜邪媚妖容 不动的时候 看起来有些勇猛和媚妇 的确和猫有几分相似 突然 可言觉得自己的胃力 一阵反胃 他连忙冲进了卫生间 翻开马桶盖 他恶心地吐着 卫生间的门口 两颗脑袋 一上一下地沉溺在门框上 女人沉默地拉走赫连夜明 她的脸上 一下子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小猫咪 你是不是已经搞大了人家的肚子 太好了 我终于有个心子可以玩了 好了 这下你相信我了吧 过几天 我会带着圆燕去剪城 你先回去吧 此刻赫连夜 只有我不行 那就是让女性赶紧离开这里 干嘛 小猫咪 你妈咪 我就这么毛不出手了 她叫主元氏 人家还不认识我们 此刻肖可王说不理性 这样出去 见女人先自己走 她微微紧张以前 经把女人连忙落起可人的手术 人人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 我都女子 什么都没女子 我叫胡朗姨 你就是赫连夜的女性 我非常同意你 陪赫连夜在一起 要是不介意 你现在就可以和我妈咪 你们什么时候有结婚证明 连看妈咪越说越疑谱 赫连夜连忙打断妈咪说的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 赫连夜连忙将妈咪赶出门去 关上门的那一刻 赫连夜常用了一口气 可原将事情都经过小夜夜 经过到晚 你做的一切 给我喝的奇怪的果汁 让我的味道 就是让黑人一口 我们相爱 还有你的孩子 赫连夜笑嘻嘻地回答的 不亏是我们家圆圆 就是聪明吗 什么样 你要演戏 为什么找我 就不怕我拆穿你吗 赫连夜解释道 就是这样 你才是最合适的呀 一上来就承认 我们相爱了 我妈咪才不会相信呢 为了躲避 凡人切八卦的妈咪 赫连夜便带着可原 来到了酒店 前台可原还不解地问道 好好的家不住 干嘛又出来住酒店了 肖可原觉得太浪费了 这酒店一看就知道 是高级的场景 消费更是不会低 炎炎要是觉得浪费 那就要一间房好了 我觉得两个人住一间也好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发展感情嘛 随后他转向肖可原 炎炎你的身份证也拿出来吧 肖可原白了一眼 平时在家里戏弄他也就算了 这可是在公共场所 虽说有点不情愿 但还是掏出了身份证 正要递出去 一只手突然从他的身后伸过来 可原惊了一下 回过神来 他的身份证 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手里 而这个人正是刑片炎 可原的表情不由严肃了起来 秦总裁 您这是在警觉呢 看着身份证上面的信息 刑片炎的眉头 微微地皱了一下 这个女人连搏击都赶了 肖小姐可将过去埋藏的够彻底 看到刑片炎夜 没有一点意外 她知道 这家酒店 是刑事集团体现 明显的 刑警是命迹籍筹备 不就是两年前 有没有一场关系 随后我得过身份证卡信 我可以永远 还要登记入境 不要当一个我们共度王心 微微地僵一僵使 刑片炎正打算离去 他的手机变爽死 刑片炎夜 的电话 打住人 画面头 是刑片炎夜 稚嫩的声音 二位 是我 我是玉成 在年轻倒是自己人次的声音 令心狂热地激动着 他都想冲过去 紧过他的手机 和玉成说说话 哪怕只是听听玉成的声音 他都会觉得无比的幸福 刑片炎冷峻的脸上 露出了淡淡慈爱的笑容 玉成想爸爸了吗 想 好想好想 儿子的声音 将刑片炎拉回了手机前 爸爸也想玉成 玉成乖 要好好听每夜妈妈的话 变化那头 玉成的声音 已经有些哽咽了 爸爸什么时候回 我会乖乖听话 行天炎眼神飘过某人 声音不由地加大了许多 对了 玉成才想奶妈呢 不想 一点都不想 说到这个 请玉成有句声谢 不想 玉成一点都不想我们 玉成 可言的心 好似被高分眼 好疼 好疼 玉成一点都不想 玉成是忘记她了 这时候可怜念 太好了房间 拿回身份证 可怜念拉着消费文献 变质的方向走去 走远的 她已经不见接下来 玉成写书的 不多久 电话那边 成为玉成的 落雾翼的声音 其实 我很想懊悶 很想懊悶回来的 可是这身份梦名 对 玉成不能再说 玉成已经答应了 不可以说 望着手机 行天炎 想到儿子答应了 说 不能喜欢奶奶的梦名 这些难道和 萧云娜 又有什么关系吗 想到这些行天炎 眼神病的冷静前 可怜念和叶 已经走远了 再一次误会到行天炎 和听到玉成说的那些 可怜心中 难免有些失利 见可怜念失魂落魄的 叶不经有些吃醋 人员 如果你要做行日的门 那我不不用你 你今天晚上 两次见面 叶的心中 扎下了不好的日子 她感觉 萧可怜念就要离开她了 特别是 那个叫行日成的小鬼 叶 我确实在想 很想很想 我恨不得 现在就能够待在她的身边 告诉她 我才是她的 妈妈两个字 萧可怜还是选择放在了心里 有些事情 她还是无法说出口 我会吃醋的 叶将萧可怜 拉到了自己的面前 一脸委屈地看着她 可怜连忙摆脱开叶 对不起 叶 我先回去了 让我一个人 好好地静一静 我先来的 呀 我先去